第一章 领错证 上午九点 露西拿着一只玫瑰推开了咖啡店的门 她环顾了一圈四周 最后视线落在橱窗前的年轻男子身上 白色衬衫加蓝色牛仔裤 桌上放着一只玫瑰花 这一切信号都对上了她嫂子李可的远方表哥 那个愿意给她加五十万作为彩礼的包工头 想到稍后自己即将就要跟这个男人领证结婚 她深吸口气 调整好情绪后走了过去 你好 我是露西 是石先生吗 年轻男子微微抬头 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俊美绝伦的面孔 来之前 嫂子说远方表哥三十多岁 但在工地干活的男人这个年纪 看起来都会比一般人更加有黑老城 可眼前这位皮肤白皙 眉眼深沉 看起来更像是养尊处优的高级白脸 请坐 石淮安上下扫了她眼 并未把手伸出来 作为华盛财阀集团继承人的她 事业远比女人更重要 要不是医院说奶奶只剩下一年不到的寿命 她也不会因奶奶的要求 娶眼前这个第一次见面就要领证的陌生女人 好 露西压下对着男人傲慢态度的不悦 微笑着坐下 她迫切需要男人这五十万彩礼 来给爸爸赔偿别人的医药费 要不然爸爸就得去坐牢 别说眼前男人之前看起来不大好相处 哪怕身有残缺 她也不得不接受 就见男人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婚前协议 她疑惑地翻开 石淮安淡淡道 露小姐 现在咱们已经见过了 这是一份婚前协议 结婚期间我会承担彼此生活的全部费用 婚姻期间跟我也无需履行夫妻之间义务 一年后我们办理离婚手续 届时我会把协议上那套房子作为赔偿赠送给你 你可以先看看这份协议 有什么想补充的现在可以加进去 露西心中诧异 嫂子说那个表格是看过她照片后主动提出结婚 怎么又要弄这些奇奇怪怪的 露小姐有什么问题 石淮安对她这时候的沉默极为不悦 自然而然把她当成是对这份协议不满意 毕竟嫁给身价上千亿的她 要是真跟她结婚再离婚 她要分得的财产下辈子都用不完 这上面的一套房子算什么 只是她不确定这女人答应跟自己闪婚 是不是因为提前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 没问题 露西拿起笔在上面签下名字 上面的每一条条款 虽说都是为了保护男方的利益 但也是她求之不得的 石淮安看着女人麻利落笔那一刻 紧皱的眉头略微舒展 先不管这个女人出于什么目的 答应奶奶跟从未见过面的自己结婚 但眼下婚前协议已签一切已成定局 她收起其中一份协议 陆小姐户口本分身份都带了吧 带了 那走吧 她起身 这次相亲就是双方见见面 正因为如此 露西才带着户口本来的 尽管早做好了准备 但走到明镇局门口时 还是下意识停了下来 陆小姐后悔了 石淮安回头看她 没有 陆西脸下心神 抬不跟她上去 填表 拍照 俩人一番流程下来 半个小时不到 我还有事需要处理 就不送陆小姐回去了 这是我在海兰别墅小区的钥匙 16栋二号楼 1639 石淮安递给她 一串房门钥匙 话少去简练 好 陆西点头接过钥匙 石淮安手机 拍下结婚照 给奶奶微信发了过去 并且语音留言告知 他们已经领证结婚 做完这些之后 才抬头道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陆西站在原地 尴尬地一直目送她离开 才收回视线 去起电平车 刚扭动钥匙 母亲王贵芝就打来电话 以为是爸那边又出了什么事 她立即接了起来 喂 妈 我刚才已经跟那位石先生领完证了 她有没有把说好的50万彩礼钱 给你打过去 什么领证 你嫂子刚打电话过来 说那位石老板 在咖啡店等你大半天 都不见人 还问你是不是不来了 什么 陆西大惊 有点怀疑 自己听错了 小西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王贵芝满事焦急 为了给老公赔偿撞人的医药费 让女儿嫁人 已经非常自责了 妈 你说的那个石老板叫什么 陆西问这话时 握着手机的手都在颤抖 好像叫石杰 石杰 她打开结婚证 再看到上面清楚写着的 石淮安三个字时 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第二章 离婚 小妹 你现在干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 去开始就直说 现在患者家属 一直逼着咱爸妈今天交钱 50万让咱们上哪弄去啊 哥哥路远抢过电话 开口就是一顿数落 丝毫不认为 自己这个做哥哥的 也应该为家庭承担一部分责任 我这边出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也没现在重要 我让你嫂子跟人家再说一下 你马上赶去 跟人家把证领了 争取今天就把50万给要回来 陆西听着哥哥的话 内心已然崩溃 更加不想去听这些 直接将电话挂断并关机 是自己搞错相亲对象了 难怪当时觉得 那个男人看起来不像包拱头 难怪会出现那份古怪的协议书 原来一切早有预兆 只是自己当时情绪被影响 所以才没有去验证 不行 得离婚 他脑中几乎下意识闪出这个念头 也是此刻 他才想起 他们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不得已 他又掉头进了民政局 从工作人员那里 要来了石淮安的电话 石淮安端坐在电脑面前 看着他当时发生车祸的视频 对旁边想了半天的手机 看都不看就直接挂断 怎么不接 江巡从外面推门进来 陌生电话 石淮安双手交叉抱胸 目光紧紧定格在视频上 这里清楚记录着他 当时在高速路上 与人撞击摔下悬崖的场景 早在视频还没拿到之前 他就怀疑 自己发生的车祸并非偶然 如今看来 也确实如此 背后那些欲要将他除之而后快的人 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动手了 只是对方显然没想到 他大难没死 这时 手机再度响起 他沉着脸接了起来 哪位 是石淮安先生吗 我是陆歇 咱们刚领过证呢 女人急促的声音 透过电话传来 他这才想起 两个人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自然手机上也不会有他的备注 只是为了躲避石家那几个人的追踪 他特地换过新手机跟号码 现在知道 他这个电话的没几个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的 陆小姐有什么事 石先生现在有没有空 咱们 能不能再离个婚 陆歇觉得 这男人当时能提出一年后离婚这个要求 证明他也是不愿意这段婚姻的 既然如此 离婚应该不至于太艰难 但下一秒 他的脸就被打得啪啪作响 不能 是这样的 说来有点话长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好吗 没空 晚上等我回家再说 石淮安挂掉电话 因为女人提出的离婚两个字 导致心情相当不好 刚结婚就离婚 他这是有多被嫌弃 不会是你奶奶让你结婚的那个对象打来的吧 江寻见他不回答 跟着吃笑一声 我很好奇 刘老夫人为什么要你娶一个普通女人做老婆 你可是华盛财阀集团公开的继承人 就算如今虎龙平洋 也不至于这么低配吧 医生说 奶奶只剩下一年的寿命 他希望在走之前 帮我找个普通人家的好女孩 不过我跟那女人写过协议 等奶奶走后就离婚 也就一年时间 石淮安和尚电脑 活动了两下发酸的脖子 点开微信 看了一下跟奶奶的对话框 没有回复 不知道又在谁家打麻将 老人家年纪大了 总爱凑热闹 江寻拍了拍他肩膀 也遇到 你小子心眼总是这么多 不过要是结婚 这事被你爷爷知道了 只怕会很麻烦 当年老太爷跟你奶奶离婚 可不就是因为 俩人观念不同 以后再说 只是这次车祸 他们肯定认为我死了 趁着这段时间 你尽快帮我把事情调查清楚 放心 不过 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如果我调查 有了进展 会再来找你 你自己也尽可能隐藏好身份 尤其当心 你那个新老婆 江寻是他最好的朋友跟助手 平时俩人形影不离 他要是长久在一个地方待着 很容易引起那些人的怀疑 自然 石淮安点头汗手 关于结婚后隐藏身份这一点 他奶奶也是赞同的 晚上 露西坐在石淮安家客厅的沙发上 望着墙上挂着的石钟 一下下一动 心里也越来紧张 叮咚 门铃声响起 他立刻跑过去看 透过猫眼 果然看到了 男人那张熟悉却有陌生的脸 第三张 给我彩礼五十万 快请进 露西热切地从玄关处 拿出一双男士拖鞋 放在他脚边 石淮安扫射了一圈干净整洁的房子 这是他早前给老太太买的房子 只是老太太嫌弃这里太冷清 还把好好的四合院租给了一大帮老太太 跟人家挤在四合院里 房子买了 也从来没有住过 眼下他的情况特殊 这套房子倒是临时派上了用场 露小姐说 跟我离婚 是什么意思 她在椅子上坐下 今天是她生平第一次相亲 要是对方因为 她现在装穷的身份 看不上导演正常 可对方刚领完证 就说要离婚 这种善变的举动 让她面子往哪放 更别说奶奶那边难以交代 是这样的 露西坠坠不安地在她对面坐下 端起杯中的水 钱抿了一下 才开口 对不起石先生 是我认错人 把你当成了相亲对象才结婚的 所以咱们能不能把离婚证给办了 反正现在没几个人知道 搞错了 石怀安眉头墨地紧皱 因为她从未见过相亲对象 所以当时露西坐过来 也没有怀疑 但她从未想过 有一天 相错亲这种事 会落在自己头上 嗯 我的相亲对象也姓石 不过她叫石杰 我相信石先生也肯定搞错了 不信的话 可以找你介绍人问问 石怀安想起 奶奶至今还未回复的微信 用死亡般的眼神凝视着她 一秒 两秒 在露西几乎就要沉溺在 她那沉寂如海般的目光下时 她起身拨通了刘老夫人的电话 果然听到电话那头 还有搓麻将的嬉笑声 露西等了一会儿 见她又冷着脸坐了回来 急促地追问 怎么说 我奶奶要见你 为什么 我们搞错了不是吗 其实纠正回来 不是最要紧的吗 露西非常不理解 离婚不是二线 何况 跟我离婚后 露小姐就敢保证 你的相亲对象 还会要你吗 石怀安得知 整个事件市场乌龙后 对这个同样认错人的 露西态度 也缓和了几分 我 露西末地钻金粉圈 她当然知道 那位石老板 不会再接受一个二婚的女人 就算接受 也未必肯再给五十万了 只是在没有五十万的前提下 她无法劝说自己 跟一个陌生男人相处 换一句话说 谁给她五十万 她可以跟任何人结婚 望着面前的男人 她脑中突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她松开了握紧的拳头 鼓足勇气问 我记得 石先生当时要我签协议的时候 说一年后离婚 可以将名下这套房子给我是吗 嗯 石怀安眼底 划过一抹冷嘲 果然 这女人也是一样的贪慕虚荣 亏得她方才 还因自己当时失察 导致的恶劣结果 而对她产生了一点愧疚 露西不是没有看到男人眼中的鄙夷 只是那家人的赔偿 由不得她为所欲为 石先生能不能先给我五十万 当作彩礼 我保证 拿了这五十万之后 你那些房子什么的 我都不要 五十万彩礼 陆小姐可真是不便宜 石怀安虽然含着金汤池出声 但无聊时 在某英上 有时能刷到全省各地的彩礼 五十万彩礼 在普遍地区都偏高 露西被不便宜 这三个自修的面红耳赤 当即补充 是我没说清 只是对外称作为五十万彩礼 实际上是我借识先生你的 我以后肯定会还你 说着 她立马找来字条 在上面写下有利的结局 抱歉 我没那么多钱 石怀安当即起身 第四章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石先生 请你帮帮我 你不是说你奶奶要见我吗 我可以跟你去 也可以在协议期间 扮演好你妻子的角色 只要你肯借我钱 石怀安偏头看向他 想到奶奶到时候 这个相亲对象不成 又要让他继续相亲 就黑了脸 反正已经领证 索性照奶奶的意思 弄个听话的 把他哄高兴了 倒也不差 考虑清了这一点 他才亲起薄唇 我可以答应陆小姐 但陆小姐准备50万还多久 五年 他脱口而出 话一说完 连他自己都后悔了 目前的他 大学毕业没满一年 在公司又只是个 新入行的珠宝设计师 50万于他而言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要不然 何至于沦落到 嫁人这个地步 只是不说五年 怕对方不肯见 至于其他的 以后再想办法 五年 石怀安充满怀疑的上下 又审视了他一遍 陆西被他那质疑的眼神 看得心慌 脸上的笑容 都快维持不住 就在他以为 对方不会答应的时候 只听到男人吐出一个字 好 他内心顿时狂喜不已 但下一秒 他脸颊再度发热 我知道我提出 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但是先生能不能快一点 明天 卡号发我手机上 石怀安走向自己卧室 走到门口时停下了脚步 余光偏向他这边 陆小姐最好说到做到 话必 重重摔上了房门 他实在没什么耐心 跟一个拜金的女人待下去 陆西敏锐察觉到 对方刚才那明显嫌弃的眼神 只是他一切都逼不得已 按照协议上的要求 他主动将带来的几件衣服 放进了客房 然后将银行卡账号 发到石怀安手机上 看着已发送成功的消息 才给哥哥路远发了微信 让他安抚好爸妈 并且表示 自己明天就能拿到 五十万赔医药费 因为爸爸开模的撞人这件事 嫂子对来自老家的父母 更不待见了 好几次 他都碰到嫂子跟哥哥吵架 前天 早上六点 他早早起床 从楼下给石怀安 买了豆浆跟小笼包 放在餐桌上 见他主卧方向没什么动静 也不敢轻易敲门 只留下一张小纸条 便拎着剩余的早餐 骑着电瓶车赶去了大哥家 刚从电梯出来 就听到楼道那边 传来巨大的争吵声 其中还掺杂着 陆母王贵之的哭喊 他连忙跑过去 就见哥哥和爸爸 跟一群陌生男人打了起来 陆母在旁边劝驾 不成都急哭了 早餐砸到为首的男人脸上 你们干什么 被砸的男人 正是这次车祸的受害者儿子 被甩了一脸的他 抬头就把他推得往后踉枪 暴跳如雷的指着他鼻子 他妈的还敢打我 我警告你们 赶紧把该赔的钱都拿出来 我妈今天上午就要手术 到时候因为钱不到位做不了 我跟你们全家都没完 他上前张开双臂 将陆母护在身后 放心 我今天上午 一定会把钱赔给你 但你们要是再敢动手 我就报警了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那老子今天就在这等着 什么时候钱到账了 老子就什么时候走 男人从他们家里 拉出来一张椅子重重坐下 带来的一帮兄弟 则并成一排站在他身后 那架势 大有一番今天没钱 我就弄死你们的阵仗 陆远走过来将他拉开 压低声音问 你到底能不能弄到钱 这群人可不是好惹的 等着吧 他推开陆远查看爸爸伤势 好在没什么事才放下心来 事实上 他自己心里也没谱 石淮安确实答应今天给 却没说什么时候 万一中间也出点什么变故 再万一是下午到账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老三 你站在楼口守着 今天可别让一个人丢跑罗 男子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指挥着自己的兄弟 一行人凶神恶煞地盯着他们 不禁叫人甚得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转眼就到了十点 眼看双方气氛已经剑拔弩张 陆西的手机这时候 传来叮咚一声脆响 是手机简讯的声音 他点开屏幕查看 果然是五十万到账的信息 顿时面露惊喜 到了 在男子充满怀疑的注视下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 提前准备好的同意书 举到男子面前 你把这个签了 保证咱们两家 今天以后迎货两气 户不再犯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转账 男人抢过同意书 仔细看了一遍 又跟带来的几个亲戚 商量了一下 这才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 陆父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叹气 小夕 是爸连累了你 早知道骑摩托车也要交保险 我当时就交了 也省得咱家赔这么多钱 我就说 爸你老老实实待在老家就行了 跑这里来干什么 真是添乱 陆远话里话外全是指责 陆西听了就火大 哥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爸也不想这样 不想这样不还是这样了 你嫂子都气得回娘家了 不知道又要我哄多少天 为了这事 我公司这个月 全勤也泡汤了 真是 陆远拿上包去上班 走前还不忘把桌上 仅剩的两个茶叶蛋也带走 陆父看着儿子走后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跟你妈昨晚商量过了 这事完了以后 我就一个人回老家 你嫂子现在要出去上班 你妈就留在这里照顾他们 晚上你把你那老公带来给我见见 也好让我走得放心 五十万也是为难人家了 咱们可都好好谢谢他 说起石淮安 他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 这个等以后再说吧 他最近工作挺忙的 话音刚落 手机随之响起 看到来电显示是石淮安 他避开父母走到一边 刚接通 石淮安的声音就从电话那头传来 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 我奶奶现在要见你 地址发我 我过去接你 第五章 你小子走狗屎运了 露西发了个附近公交站的定位 然后去附近买了一大袋水果跟营养品 第一次去见长辈 总要带点礼品 十五分钟后 石淮安那辆刻意准备的北京现代 停在了他面前 车窗缓缓落下 露出男人那张俊美的脸庞 上车吧 好 露西下意识拉开后车门 想到彼此已经结婚 便又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两个人坐在狭小的车厢内 气氛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他余光偷瞄了一眼旁边的男人 不自在地微微笑 刚才的事情 谢谢石先生了 不必客气 附小姐等会儿见到我奶奶时 好好表现就可以了 石淮安熟练地转动着方向盘 半个小时后 车子稳稳停在了一栋四合院门口 露西提着水果下车 望着面前古香古色的建筑 惊讶地愣住了 你奶奶住在这 这里看似都是瓦房 却占据着西江市最好的黄金地段 而且这个四合院 按照现在的市值 说几千万都是少的 我奶奶只是租客 跟房东几十年的交情 就一直没涨过房租 里面还住着好几家 石淮安隐瞒了这四合院 是他奶奶跟爷爷离婚分来的房产之一 要是说 这价值一个亿的房产是奶奶的 难保这女人 不会动什么外星子 原来如此 露西压根没往那些方面想 石淮安接过他手中的手提袋 下次来不用买东西 老人家也吃不了多少 也没买什么 露西跟着往里走 刚进院就听到里面 传来老太太们的欢声笑语 走进去 果然就见好几个老太太 坐在一起搓麻将 刘老夫人刚好摸了一手臭牌 看到石淮安小两口进来了 趁机把牌推掉 我孙子孙媳妇来了 不打了不打了 众姐妹们笑着打去她 这是耍赖 大家散了堂 却也没着急走 一个个围着露西打转 这是淮安的媳妇吧 长得可真俏 比电视里那些女明星还好看呢 奶奶们好 露西礼貌地 冲她们微微鞠躬 老人都喜欢乖巧懂事的 加上露西长得好看 这些老人七嘴八舌 都夸是怀安有福气 别搭理他们 快跟奶奶进来 刘老夫人生龙活虎地招呼 露西进门 埋怨她不该买这么多东西 然后自己进屋子 搜刮出一堆吃的好东西给她 热情的态度 让她如坐针毡 怀安说 你叫露西 奶奶以后叫你小戏怎么样 刘老夫人一看到露西 便打心眼里喜欢 落落大方 又乖巧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演员 当时 介绍的那个小姑娘 因为家里的事情 没到相亲地点 没想到 他们就误打误撞碰上了 可不就是上天掉下来的缘分 奶奶怎么叫都行 露西脸上 始终挂着浅浅笑意 优雅得体 好好 我告诉你啊 怀安这小子 就是看着面了 但是可知道疼老婆了 等你们处久就知道了 我菜都做好了 就剩下几个小菜 没炒怕凉了 你等一下马上就好 奶奶我来吧 正好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露西撸起袖子 抢着跟奶奶做起了家务 完全不是问题 刘老夫人起先还有点怀疑 可是看她去后面的菜园子摘菜 切菜 颠勺子的动作 就知道 是个会操吃家里的 尤其是在吃过露西做的饭之后 更是对她的厨艺赞不绝口 试问 哪个长辈不喜欢贤惠又漂亮的媳妇 这一点 是如今很多豪门千金 所没有的优良品质 刘老夫人趁着露西进厨房 刷碗的空隙 拉住石怀安的手 笑嘻嘻地冲她几眉弄眼 奶奶活了一辈子 看人就没走过眼 这小姑娘绝对错不了 你小子真是丢了芝麻捡到西瓜 走狗屎运了 石怀安听着这比喻 嘴角微抽了一下 有你这么说自己孙子的吗 抛开你这张脸跟家屎 就你这脾气 一般人谁受得了 好好跟人家处听到没有 要不然 我就不去医院看什么病了 直接在家里躺着等死 我知道了 石怀安对这个孩子气十足的奶奶 半点办法都没有 要是换成别人得了重病 每个人都担惊受怕 他这个奶奶却反其道行 直接放飞自我 该吃吃该喝喝 该打麻将还打麻将 上一次就因为自摸一把大四喜 激动得差点心机梗塞 刘老夫人对这个孙媳妇 是越看越喜欢 临走前 硬是把自己手腕上的玉镯摘下来 戴在了路西的手上 还封了一个大红包 路西摸着那厚厚的红包 少说也有两万 说什么也不肯收 最后 推辞不过只能接下 在回去的路上 主动将红包跟玉镯一起 还给了石怀安 石先生 这都太贵重了 你帮我还给奶奶吧 拿着吧 老人家的一片心意 能让奶奶给你这些 也算路小姐自己的本事 那好吧 他小心翼翼将玉镯包好 就怕自己戴在手上磕着碰着 把她损坏了赔不起 玉这种东西 价钱不可估 带着就有风险 不带才最安全 车开到半路 他接到了路父交集打来的电话 说出事了 让他赶紧来大嫂家一趟 第六章 你都是个出嫁女了 路西听完 是因为父母去亲家家里 想接嫂子跟侄子回家 结果又出了乱子后 内心十分焦急 石先生 能不能在前面放我下来 我有点事要去一趟 石淮安在马路边停了下来 在他下车后 从车窗探出头问 需要帮忙吗 不用了 就是一点小事情 路西感激时 淮安能在俩人初始阶段 说出这句话 但鉴于彼此还不熟悉 便礼貌地拒绝了 石淮安对她的拒绝 略微皱了皱眉 她知道 这女人一定有什么事 不过对方既然拒绝 她也不想自讨眉趣 既然如此 那我先走了 如果路小姐到时候有需要 可以打我电话 好 路西不等时 淮安走远 便迫不及待 拦了计程车 赶去嫂子家 好在这里距离嫂子家不远 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怎么是你 开门的是李扬 嫂子的弟弟 路西推开她 便进自往里面走 看到嫂子的母亲许秀珍 指着母亲鼻子破口大骂时 当即一个剑步 挡在爸妈面前 亲家阿姨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骂得这么难听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那个被卖了五十万的小姑子 你都是个出嫁女了 我女儿跟女婿的事轮得着你来管 许秀珍还在为表侄子 被路西放鸽子的事恼火 因为这事 她拿不到那一万块钱没钱不说 还在亲戚一家面前 丢尽了面子 我是管不了 那亲家阿姨 你似乎也没什么资格管吧 路西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妈说话 嫂子立刻走过来 一把将她扯开 我说的都是实话 嫂子 一家人和气 才能生财 今天我爸妈确实不该来这里 我向你道歉 你要在娘家待多久都行 但我爸妈想把孙子接回去 就算你们不同意 也不该恶言相向吧 大家好歹也是一家人 今后关起门来 还是要过日子的 就这种日子 谁爱过谁过 天天不是这个穷亲起来 就是那个穷亲妻去 你现在就让你大哥来 今天我就跟他离婚 说完 李可直接叫刚上大一的弟弟李扬 往外面轰人 完全没把这个公公婆婆放在眼里 路母听到离婚被吓了一跳 连忙劝 李可你可千万别生气 咱们为了孩子 也不能离婚是不是 逗逗你想留多久留多久 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李扬撸起袖子 就推扫着他们出去 拉扯间 路父被猛推了一下 倒在地上 当场就爬不起来了 看得李家人心里一阵发慌 爸 路西冲过去搀扶 询问 爸 你没事吧 手疼得厉害 路父试着抬了抬手 可稍微动一下 便疼得他呲牙咧嘴 不确定怎么回事 你别装啊 我可就轻轻推了你一下 李扬连忙撇清关系 生怕他们赖上来 路西七的脸色铁青 本想跟他们争论一番 却又放心不下路父 只得压下火 跟母亲一起 先带着路父去附近 找了个医院检查 挂号 排队 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 一直到从事拍完片子 大哥路远 这才姗姗来迟 没有半点关心 一开口便是对他们的指责 你说 你们趟这浑水干什么 要接也是我去接他们母女 刚才来之前 我跟李克已经通过电话了 这件事的起因还是爸 所以 明天爸还是走吧 路西听完 情绪直接不稳定了 哥 你读书这么多年 都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爸妈辛苦半辈子供你吃喝 上学买房 现在你娶了老婆 就要赶爸走 没看到爸手臂 还打着石刀吗 都鼓裂了 路远当场火了 刚才在李可那边受的气 也都找到了宣泄口 我告诉你路西 别以为你替咱爸出了那五十万 就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 你这么孝顺 怎么不把爸妈接过去住 你不是已经家人有房子住了吗 你无耻 顿时挥舞起了双手 我无耻 我再无耻 还得供养爸妈 你高尚 你高尚就把爸妈带走 别让他们受我这些窝囊气 那就带走吧 走廊上 一道低沉极附雌性的声音 突然响起 第七章 吸血鬼大哥 路西望着迎面 款款走来的石怀安 惊讶过后 立即迎上去 压低声音问 你怎么来了 他不知道 这个男人关于他们的对话 听到了多首 但哪怕只一点点 也让他倍感难担 我客户在这看病 所以过来看看 石怀安回答 小夕 这位是陆父跟陆母 对这个忽然出现的陌生男子 很是诧异 以为是陆希哪个上司 爸 妈 我是小夕的丈夫 石怀安 石怀安礼貌的自我介绍 原来你就是小夕的老公 陆母惊讶过后 脸上不满笑容 之前还担心 女儿随便嫁的人不靠谱 现在看到来人一表人才 心里那块石头 才算是终于落了地 石怀安的出现 可算是彻底抢走了二老的注意力 旁边站着的陆远 完全被忽视 在老两口的注视下 出乎意料的 他走向了正案 自打量他的陆远面前 大哥 刚才我说 把爸妈接过来的话 都是认真的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咱把咱妈住在你家里的话 我现在 就可以把爸妈的东西 帮我拿去 陆远脸色瞬间涨得铁青 还没来得及说话 陆母就先摆手拒绝 不用不用 你跟小夕过好自己日子就可以了 刚才你大哥只是说气话呢 哪里真能帮我们走 是吗 那这气话 说的未免太逼真 大哥要是真有意见的话 现在不妨说出来 免得日后因为这种小事 再影响了两家的感情 你说呢大哥 石淮安看向陆远时的目光中 充满了对他的讥讽 陆远又岂会看不出来 但作为男人 强烈的自尊心 再看到石淮安真人的这一刻 原先的骄傲 已经被降维打击 现在 更不愿意在对方面前彻底丢脸 只得强忍着怒火 冷冷道 我没什么意见 我是儿子 给爸妈养老的事情 本就是应该 就不麻烦 你跟小妹了 那看来是我误会了 还以为大哥刚才真不愿意照顾爸妈 我就说 这世上 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的儿子 你这是在骂我 陆远在公司 好歹也是个销售组长 哪里经得起石淮安 这么明里暗里的寒沙摄影 是吗 如果大哥这么觉得 那我大概 就是那个意思 你 陆远被石淮安的 直白气得面红耳赤 石淮安望着陆远脸上精彩的表情 眼底闪过一抹冷嘲 虽然我跟小夕是作为女儿女婿 但该出的钱 我们一分也不会少 见陆远明显松了口气的表现 他又道 小夕 刚才你给咱爸治病 一共花了多少 让哥也出一半吧 不然咱们全出了 会让大哥被别人在背后戳几两股 骂成只知道吸附母血的吸血虫 陆远顿时期的浑身血液倒流 这是骂了自己还不够 还拐着弯让他出钱 可自己手机里面 现在一共也不到二十块 陆西看了眼大哥 账成猪肝色的脸 配合的拿出刚才那些账单 专家挂号费三十 拍片二百 还有医药费二百三十 他每念一句 陆远的脸色就难看一分 第八章 好白菜让猪拱了 陆远听着陆西还在报的数字 只觉得太阳穴都在痛 他没好气的打断 看个病需要花那么多钱吗 其实也不多 收费单都在这里 加起来一共也就五百七十三块 一人一半的话是二百八十六 我收你二百八十好了 陆西态度一本正经 当初他刚上大学时 在陆远家借助了半年 陆远就是这么跟他算生活费 生怕占了他家一点便宜 刚才他原本也准备这么跟陆远算 只不过因为石怀安在 不想在他面前表现的 跟家里太斤斤计较 只是没想到 石怀安竟然会主动提出 让他算倾账的问题 别说二百八十 就算是二十八 对此刻身无分文的陆远来说 也是难事 平时李可救管的盐 一个月的零花钱 从来没超过一百五 因为这个 他连烟都戒了 他有些不自然的撇了撇嘴 二百八十我身上没有 等你嫂子回来了 让他给你 那嫂子 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陆远问 陆远被问得烦了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 反正我到时候会把钱给你 二百八十块 又不是大钱 阿远 你妹妹问得对 这两口子有矛盾 好好解决就是了 你爸也说了 明天就走 别让李可动不动就住娘家 太伤夫妻感情了 早点把他们母子接回来吧 陆母插进来的话 更让陆远烦躁不已 不耐烦道 行了行了 我自己心里有数 赶紧回去吧 还先不过丢人吗 陆远说完 抢过陆西那些 收费单就走 爸 我扶你 陆西伸手准备去搀扶 还没伸过去 就被陆复推开 跟你老公一块回去吧 我这没事 怎么没事 你都这样了 明天把车票退了 咱们就先不走了 没事 陆复冲陆西 一个进食眼色 示意别在时 怀安说这些话 怕别人嫌弃 她的原生家庭糟糕 陆西还想再说些什么 陆母就扶着陆复 坐上了路远的车 望着他们的车子 渐行渐远 心中感觉无比酸色 我店里还要忙 就先走了 头顶响起时怀安的声音 她猛然转头 才想起 旁边还多了个男人 好 她木然地点了下头 一直等时怀安开车走后 才突然想到 自己请假这几天 还有些工作忘记做 想到这 她又火急火燎的 往公司赶 陆西 你这两天请假干什么呢 江林一看到她到公司 就八卦地围了过来 也没什么 就是请假 跟人结了个婚 陆西说得漫不经心 江林却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双眼 结婚 我的天 你是在骗我吗 你身边连蚊子都是公的 这么短的时间 你跟谁结婚啊 你小点声 陆西立即捂住江林 这个大嗓门 也就因为他们是闺蜜 才没想瞒着江林 不然 像她这种 结了又马上离的婚 没必要告诉别人 有没有照片让我看看 我倒要看看 是哪头猪 把我家这么一颗 好白菜给拱了 江林义愤填膺地 撸起袖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她 被抢走了结婚对象 我没有照片 陆西秀眉微醋 不自然地坐回座位 换来江林 又一个吃惊的表情 大姐 你有没有搞错 你结婚对象 连照片都没有 难道是在大马路上 随便拉的一个吗 差不多 我爸说了点事 需要五十万采脸 然后我就跟人 去相亲了 所以 陆西说这些的时候 笑容有些苦涩 这种话说出来 连她自己都觉得荒谬又难堪 没有感情的两个人 再见面不到两个小时的情况下 领证结婚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一桩买卖 天哪 你这种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五十万 我可以找我家要啊 而且 你要找对象的话 我可以帮你介绍 我堂哥又帅又有钱 别开玩笑了 你当初本就是为了逃婚 才来到这的 现在因为 帮我而回家跟人结婚 那咱俩闪婚的性质 不是一样吗 再说你凌晨哥 我可高攀不起 陆西一向有自知之明 像他这种出身普通 原生家庭又有点拉胯 哪里配得上豪门公子江凌晨 哪怕江凌晨 对他从来都是温柔体贴 他也想事都不敢想 啪 一打文件 忽然摔在他面前 第九章 五十万就把自己给卖了 女同事趾高气昂的望着他 吩咐道 这些事你没干完的 马上做好给我 陆西还没说话 江凌先气的跳了出来 我说许璐 你不知道 小夕今天还是休假吗 休假跟处理这些 也并不矛盾 再说 我是跟陆西说话 又不是跟你 你犯得着这么着急户犊子 陆西站起身 将那他资料 塞回许璐怀里 抱歉 这些不是我工作范围之内的 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 可以 请给我额外的工资 我以每小时三十给你计算 三十 徐璐冷哼一声 开口便是讥讽 到底是花五十万彩礼 就把自己卖了的人 真是想钱想封了 就你 也值五十万 怕对方不是个傻子吧 徐璐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江凌激动的推了他一把 恨不得把他那张嘴撕碎 你竟然敢对我动手 徐璐双眼瞪大如同龄 冲着周围的同事 就故意大声嚷嚷 大家快看 陆西请假 原来是跟人相亲结婚 花个五十万 就跟个陌生人领证了 你们说对方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徐璐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呢 就是 那不是卖吗 同事们 你一言我一语 原本沉寂的办公区 变得一片嘈杂 徐璐平时因为设计不如陆西 没少名理案里的挤兑 此时更是站在一边幸灾乐祸 我说陆西 你要五十万的话 跟姐姐说啊 姐姐可以帮你找个有钱人 做男朋友 何必出来卖呢 你说谁卖 江陵火冒三丈的 把陆西挡在身后 我说陆西 如果不是卖 那为什么拿了 五十万彩礼就结婚呢 徐璐仿佛还不解气 对着一言不发的陆西 继续言语 陆西 什么时候带你老公来给我们看看 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毕竟这年头 什么垃圾人都有 陆西垂在双侧的手紧钻 朗道 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我倒是很好奇 你是在哪里认识那么多有钱人 在他们眼里你 又值多少钱 别是一百块就给打发了 死丫头 你再说一遍 徐璐恼羞成怒的抬手就打 手举在半空 却突然被人握住 气得他扭头破口大骂 谁这么多管闲事 你打我的老婆 去来怪我多管闲事 根据刑法第234条 我现在就有权告你故意伤害罪 石怀安一只手提着一大袋咖啡 面无表情的凝视着徐璐 冷峻的面孔 凝着一层寒霜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破人的气势 老婆 徐璐望着面前的石怀安彻底愣了 他以为路西能愿意出50万彩礼 当冤大头的男人 肯定是一无是处 不曾想 竟然长得这么帅 石怀安冷冷将徐璐的手松开 把手提着的一大袋咖啡 放在桌上 抱歉许小姐 你刚才在网上下单的三块钱 优惠券用不了 你现在是直接支付现金 还是支付宝 他刚才在咖啡店接到单 本来是让店里的手下送 但调查过路西资料的他 得知路西是在这上班 便特地过来看看 没想到 这一天两次跟他碰面 都碰到他被人欺负 还真是柔弱 第十章 别说我藏私房钱 支支付宝吧 许璐因为用优惠券的事 瞬间涨得脸通红 抱歉 突然想起我支付宝没开通 还是现金吧 一共十九 石怀安将那杯 备注徐美丽的咖啡递过去 许璐化了妆顶多 也只能算一般 备注徐美丽这种名字 无疑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周围想起一阵嘲笑 他哪有什么现金 最后只得硬着头皮 找同事借十九块 事后 他重重将十九块 甩到石怀安面前 帅哥 好心提醒你一句 闪婚这种事情 危险系数太高 你长得这么帅 可别被人给骗了 谢谢提醒 只是我老婆 要是有许小姐 掉金规婿的本事的话 也不至于为了五十万 跟我结婚了 话音一落 再次想起众人的哈哈大笑 许璐脸气得一阵清一阵白 踩着高跟邪气呼呼地走了 石怀安将刚接到的十九块钱 放在路西手掌心 收好了 回家别说我藏私房前 路西僵了一下 被江林撞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微笑着点头 好 那我先走了 石怀安说完 转身望向其他同事 这次不知道 大家是我老婆的同事 下次再来 我免费给大家喝咖啡 好 一片鼓掌声响起 江林凝望着石怀安走远的背影 不由地感叹 这么高颜值的极品 你在哪捡的 路西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回到岗位 给石怀安发了一条感谢的微信 对方没有回复 或许他不想回 又或许是他店里忙 因为他时常不会在家吃饭 但他都不想去问 毕竟两人不熟 有些话问了 反而就显得没意思 白天下班后 晚上他在夜市 兼职摆完摊回到家 确认时 怀安已经睡着后 便亲手亲脚地回到房间 打电话询问路母父亲的情况 以及他是否明天真要回去 得知路父明天执意要走 他一晚上都没合眼 一大早 他煮好粥 跟几样小菜留给石怀安 便骑着电停车赶去车站 虽然来得很早 但还是险些 没能赶上送路父上车 他一来 就从包里 将刘老夫人塞给他的红包给路父 爸 这是两万块钱 你先带回家去用 你这是干什么 有钱自己留着 少花点你老公的钱 别叫人看清了 路父急了 自己宝贝养大的儿子 都只把他放在车站就走 反倒老要女儿的钱 这叫什么事 爸 我知道你为了来城里之前 把家里的田地都给卖了 现在回去没那些怎么行 你就用这钱 把他们都给买回来吧 路父说什么都不肯要 可赖不住路西软磨硬泡 最后只得红着眼眶收下 孩子 真是太难为你了 这两万块 就当爸借你的 等爸手头稍微宽裕了 就还你 好 路西站在站台 跟路母一起 挥手目送路父离开 路母望着丈夫沟楼的身影 越来越远 伤感的擦了擦眼泪 手还受着伤就这么走了 这一走 不知道下次见面的什么时候 路西把路母送回家 就又骑着电瓶车赶去上班 下班回家的他 一进门就发现 家里多了两个陌生男人 搬好了 这套沙发一共一万八 两个师傅放好沙发 其中一个走过来 跟识淮安结账 好 识淮安点开支付宝 发现付不出钱来 便又试着用微信去支付 仍旧显示支付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皱眉妄向路西 路小姐能不能先用奶奶 给你的钱垫付一下 我稍后就还给你 路西听到这 想到白天刚给路富赛的两万块 脸色疏然大变 第十一章 我会还你钱的 石先生你 等一下 路西立刻放下菜 跑进卧室 拨通了江林的电话 林 你现在能借给我两万块钱吗 他向来不喜欢欠别人东西 跟江林认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开口 好 江林二话不说 就赚来了两万块 他拿着这两万块 马上从房间出来 却跟经过门口的 石淮安撞了个满怀 石先生 你先等一下 我现在就把钱挤付了 他推开时 淮安便去付钱 却没在客厅看到 刚才的两个师傅 差异之际 身后响起是淮安的声音 钱我已经给了师傅 陆小姐还是把钱还给你那位朋友吧 路西愕然 才知晓 刚才自己借钱的话 想必是都被他听到了 他几步追上石淮安的步伐 在微信上给他一笔转账 陆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石淮安皱眉 这钱是给石先生平坦的生活费 跟日常支出 九千块是刚才买沙发的钱 三千是每个月的生活费 目前这样算下来 一共是一万二 后面如果预算不够 的话我再补 石淮安看着屏幕上的转账信息 唇角冷冷勾起 陆小姐自己都快食不果腹了 还有钱在这里高风亮节 陆西被他一句话枪的脸颊滚烫 都说拿人手短 何况欠人家这么多钱 他压下火 语气却比方才冷了几分 石先生 我知道我欠你钱 但你也没必要 一直这么炫耀存在感 既然我说了五年之内会还你 就一定会如期还的 被石淮安这么刺激一下 他连晚饭都没心情吃 准备去夜市摆摊的他 途经哥哥家时 还是决定上楼看看 隔着门没靠近 就听到已经接回家的嫂子 在屋里谩骂的声音 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痘痘都感冒了 怎么还捂着被子不送医院 这才刚回来 让你带一下你出这种事 以后还能指望你吗 陆母被骂得不知所措 看着脸烧得通红的痘痘 心里着急又自责 我以前带阿远跟小夕的时候 都是这么来的 只是感冒捂出汗就没事了呀 那是你的土方子 你也不看看痘痘多大 我让你来带人 不是让你来给我找麻烦来的 李可对着陆母一阵数落 陆希鼻哼了一声 阴阳怪气道 真是有什么 麻生什么样的女儿 扫 陆希刚要反驳 被陆母及时拉住 算了 你哥今晚加班不在家 咱们快去医院陪着看看吧 好 陆希也不至于拿痘痘的病怒气 跟着李可一起坐车来到医院 俩人等在专家门诊外面 远远就看到许秀珍从走廊过来 痘痘好端端的 怎么就感冒了 像是没看到他们一样 许秀珍推开门 就进去抱起痘痘 我说 李可你怎么带孩子的 好端端就发烧了 对不起亲家 是我没注意 陆母手足无措的跟了进去 许秀珍冷冷撇了陆母 我说呢 我带痘痘就没事 你一带就出问题 平时就要多注意 痘痘是城里孩子 没有阿远跟你女儿那样皮糙肉厚 也别拿你们乡下人那套方法来照顾人 第十二章 乡下人就是没见识 你 陆母摁住陆希的手 示意她 不要乱说话 又陪着笑脸道 亲家说的也没错 这次确实是我的见识浅薄 好在痘痘没事 那咱们就回家吧 回什么家 刚才医生说 痘痘高烧不退 今晚还要住院观察 李可没好气的 翻了个白眼 这么严重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交住院费啊 都是当妈的人了 怎么学别人一点分寸都没有 许秀珍声音很大 说话时 还故意看了他们母女俩一眼 再傻都听得出来 她这是在内涵人 我出门着急 忘带手机了 李可没好气的回答 许秀珍瞪了眼自己这个女儿 装模作样的开口 我现在抱着痘痘 也没法给你拿钱 亲家你就先去交下吧 回头让李可还你 陆母身上哪有那么多钱 这些天虽说住在儿子家 但儿子这些天一分钱都没出 买菜什么的都是吃她的 两口子还要吃好的 加上之前撞人垫了点药费 老家带来的两千块钱 早就没有了 要不是刚来的时候 露西私底下又给她塞了五千块 兜里早就没钱了 露西看出了陆母的窘迫 将她拦下 妈 让我去吧 你就在这等着好了 撇着嫂子心安理得的表情 她心里压着火去缴费 嫂子每次口口声声说 垫付之后再给 可她的之后 不知道是多久以后 或许最后拖着拖着没有了 都有可能 哥哥在医院欠她的那二百八十 嫂子也是提都没提 虽然这都是一些小钱 可刺数多了难免隔引人 许秀珍见露西缴完费回来 对着女儿小声敷而道 看见没 我就知道 你小姑子会给你婆婆垫 以后你就用这方法 把你小姑子拿住 还怕她今后不听话 说完 又对露西道 那小姑子 你们就回去吧 这里有我跟你嫂子 就用不着 你们管了 露西气道几乎快咬碎了后草牙 冷着脸拉起露母 妈 我送你回去 不用 你明天还要上班 就先走吧 亲家姐姐 你就跟小夕回去吧 反正你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 露西顾及露母在这个家的处境 本来不想多说什么 但许秀珍一个个行为 让她忍无可忍 她甩开跟露母拉扯的手 亲家阿姨 你这么说话 就不中听了 如果你所谓的帮忙 就是动动嘴皮子的话 那你带孩子的方式 未免也太轻松了些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不是听轻了吗 亲家阿姨 刚才一口一个 我妈没带好 你要是这么会带 那豆豆这几年 你怎么不带 还要我嫂子在家全职当孩子 现在嫂子出去上班了 你要是真这么喜欢带 那你就天天把豆豆带回去好了 我妈也落个清闲 露西不顾露母的暗示 将憋了好久的话说了出来 许秀珍气的火冒三丈 腾然站了起来 谁家生了孩子 不都是奶奶带 你见过谁要外婆带的 这种事 哪有什么天经地义 还不是想带 跟不想带的区别 好你个露西 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 总是掺和婆家的事 也不嫌管得太宽 李可 你看看你这小姑子厉害的 也不让你家路远好好管一下 这都是一家的什么人 李可忙上前搀扶许秀珍坐下 小妹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我家的事 用得着你掺和吗 嫂子 你这话就说的有些过分了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妈 还不准 我多说两句 我记得 你上次请我帮忙的时候 怎么不说 那是你家的事 现在就说 我是外人了 李可一时哑然 随即又马上到 我只是提醒你 做事说话要有分寸 既然要分寸 那我请你现在 把我刚才替豆豆店付的 五百五十块钱给我 加上前两天 给哥店付的二百八 现在一共是八百三 不过是住一晚上 就要五百五 许秀珍嗓门大了几分 亲家阿姨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去查账 有着耍嘴皮子的功夫 实实在在帮嫂子出掉 这八百三多好 省得彼此心里不痛快 陆希说完 拉着陆母就走 也没指望他们 现在就给钱 但继续让妈留在这里的话 只不定会被他们怎么欺负 把陆母送回家之后 她照旧在原来的位置摆摊 她本身就是学珠宝设计出身 得空就会做些首饰 再开的网店跟这里卖 因为这里的很多手工饰品 都是她亲手做的 设计独一无二又好看 所以 每次网店跟出摊生意都还行 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什么的 所以说现在找到工作 但也是刚入行的新人 想还识怀案的五十万 一时半会 真的难如登天 小夕 听到熟悉的声音 她抬头看过去 就看到江凌成那张俊雅的脸 凌成哥 我从这里经过 听江凌说 你在这里出摊 就来碰碰运捷 没想到你真在这里 我还没吃饭 顺便一起吧 凌成哥 我已经吃过了 走吧 江凌成浑身上下都透着贵气 这样的人在她旁边站久了 容易招来闲言碎语 她只好让旁边的阿姨 帮忙看一下摊子 跟着江凌成进了附近的烤串店 餐桌前 江凌成给她倒了一杯果汁 壮似随意的开口问 听阿凌说 你跟人结婚了 嗯 陆西点头 那挺好的 江凌成眼底划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失落 哪里能想到 自己就出了个差 她竟然就突然结婚了 陆西刚要说话 余光撇到 从外面走进来的石淮安 她条件反射般猛然站起 石先生 第十三章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石淮安冰冷的视线 落在江凌成身上 江凌成看了眼紧张的陆西 虽然没有见过石淮安 但大致也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她笑道 陆西 不介绍一下吗 陆西正了一下 随即介绍 凌成哥 这位是我老公石淮安 凌成哥 石淮安因眉紧皱 不动声色 将江凌成扫了一眼 亏得她认为 当时自己在家说的有点过 所以特地来接她回去 没想到她在这里跟男人约会 江凌成敏锐察觉到石淮安的情绪 主动上前向她伸出手 刚听陆西提起你 前阵子我出差 没能赶上二位的喜酒 咱们换个地方吃饭 今晚就当我请二位吃饭 祝贺你们新婚 不用了 好 两个人同时开口 回答却截然不同 换地方就不必了 就在这吃吧 石淮安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俊美的脸上 是巨人千里之外的冰冷 但仍旧掩饰不住 她浑然天成的强大气场 从她进门开始 就引来不少店里女顾客的频频回头 还是别喝了 我等会儿还要出摊呢 陆西试图打破这份诡异 石淮安是她债主 她显然不敢轻易得罪 只能将希望投机在江凌成身上 凌成哥 你应该还有事吧 不如你先走吧 下次我请你 江凌成接收到陆西求助的眼神 脸上露出温柔宠溺的笑容 她很配合的起身 拿上衣服 我确实还有点事 不如根实先生再约下次怎么样 下次我很忙 但如果江先生执意要走的话 就算了 石淮安骨节分明的手端汽水杯 放在嘴边清明了一口 眼角的余光冷冷落在江凌成煞白的脸上 话中隐藏的讽刺意味 已经说得再明显不过 江凌成年纪轻轻 便混迹商场多年 自然很快就又恢复了平日的温和儒雅 她重新坐了回来 脸上始终保持着浅笑 倒也不是执意要走 既然石先生想今天 那就今天好了 石先生可以看看 还需要再添点什么菜 不必 吃不惯 石淮安高高在上的姿态 就连见惯了形形色色人的江凌成也有些诧异 她从江凌嘴里得知 露西闪婚的老公家庭条件很一般 但是真正看到石淮安时 却觉得她有点与众不同 浑身透着金贵 冷傲 这时候 老板差事儿儿子给他们端来满满两箱啤酒 又问 给你们放这了 白的要不要 石先生 江凌成将问题抛到了石淮安身上 随便 石淮安轻描淡写的吐出两个字 不要了 露西忍不住站起来 她可不想扶着人高马大的石淮安回家 拿上来吧 江凌成说完没一会儿 店家儿子就拿来两瓶白酒 江凌成起身 分别为俩人倒满酒杯 端起其中一杯 石先生 露西 祝你们新婚快乐 很难想象 看似儒雅千和的江凌成 端起白酒 竟然淡定从容的 直接一饮而尽 客气 石淮安撇了眼杯子里倒满的白酒 眉头略皱了皱 同样拿起白酒就喝了下去 酒入咽喉那一刻 似火烧班滚烫 比她往常喝的任何一种酒都要来的烈性 尽管胃里翻江倒海 她脸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喝酒不是她的弱相 更不至于一杯倒 露西 你怎么没告诉我石先生这么能喝 看来我今天是遇到对手了 江凌成一边笑 一边再次为石淮安倒酒 别倒了 露西阻止江凌成为石淮安继续倒酒的那只手 两人之间的手触碰在一起 本是正常的举动 落在某男眼中 却觉得格外刺眼 她冷下脸 端起江凌成倒的酒 就爽快地再次喝下 辛辣的滋味 呛得她差点没忍住客出声 江凌成见时 怀安如此积极 也不甘示弱地端起来喝 两人你一杯我一杯 谁也不妨多让 几圈下去 江凌成很快便满脸通红 连倒酒的手都在颤抖 明显是已经醉了 凌成哥 你没事吧 露西想要上前搀扶 手还没伸过去 石淮安冰冷中 带着警告的声音便响起 陆小姐 注意分寸 只这么几个字 让露西倍感尴尬 正要收回手的她 手腕忽然被江凌成一把抓住 这一举动 别说时 怀安脸色骤然变得阴沉 就连她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江凌成带着几分醉意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石先生应该大度一点 不该跟女人这么计较 如果露西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我现在带她向你道歉 说完 她倒上一杯酒 就仰头喝下 本就醉到一塌糊涂的她 这杯酒下肚直接摊在桌上 再不见方才的儒雅俊逸 露西将手从江凌成的前置中收回 挤出一抹笑容 凌成哥她喝多了 我现在就给我朋友打电话来接她 在石淮安冰冷的目光下 她立刻联系江凌 来这里把江凌成接走 打完电话之后 见石淮安走了出去 连忙跟上 石先生 你等一等 石淮安站在闹市之中 感受着周遭的清新空气 方才的几分醉意随风飘散了大半 她侧目望向露西 露小姐应该多担心 你那位凌成哥才是 我没醉 露西原本还担心石淮安酒量不行 看她还能如此头脑清晰地讽刺自己 这才放心下来 既然石先生没醉 那咱们就回去吧 她下意识去搀扶 有点摇摇晃晃的石淮安 突然想起一件事 第十四章 摆摊 我摊子还在那里摆着 石先生你再等一下 她搀扶着时 淮安回到自己的摊位上 一走来 旁边的阿姨便笑着问 露西啊 刚才我帮你卖了好几样 钱你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 谢谢阿姨 露西让石淮安在旁边等着 自己的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摊 旁边的阿姨看着石淮安 又问 小夕 现在正式来生意的时候 你怎么收摊这么早 这是你男朋友吧 长得跟个电影明星似的 可真剧 还好 露西礼貌地弯了下嘴角 小夕男朋友 你怎么还在那坐着 帮你家小夕收拾一下 阿姨这一句话 连带着旁边几个摆摊的阿姨 都看了过来 不用了 我一个人很快就好 她笨手笨脚的 还不大会 露西加快手中忙碌的动作 既然生意这么好 就别收这么早 再等等 露西诧异地抬头 望着石淮安那张 还带着酒醉的迷离眼神 想着 让她在外面多吹吹风醒酒也好 那就再等一个小时吧 过了这一个小时的高峰期 夜市就没什么人了 老板 这个怎么买 两个女孩结伴走来 拿起其中一件手工装饰品 一个50 能不能便宜点 这都是纯手工编织的 而且 只有我这里有 露西笑眯眯地跟他们讲解起了 这些设计的独特与精细之处 两个女孩商议了一番 都心花怒放地付了钱 将首饰买走了 石淮安在旁边 看着她这一番操作 不禁皱紧了眉 那条手工项链 确实与众不同 不难看出设计者的奇思妙想 只是这样卖 多久才能 还得起她的50万 露西看出了她的想法 石先生放心 欠你的钱 我都会尽快还给你 石淮安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着坐在一边 揉着隐隐坐腾的太阳穴 虽说不至于醉得 像江陵城那样一塌糊涂 但也不是全然无事 露西注意到了这点 虽然对她偶尔的言语有些不悦 但到底 无法对她的不舒服 视而不见 石先生在这看一下 我马上回来 她走没多久 就又来了几个年轻女孩 对她手工制作的戒指非常喜欢 拿起其中一个就问 老板 这个多少钱 石淮安恍若未闻 坐在办公室 轻折就千几十亿单子的她 根本不愿去理会这种小事 何况她因为喝酒 还有点头疼 只是对方喊了好几声 就连旁边的阿姨都看不过去了 小心男朋友 有人问你多少钱呢 五十 她揉着太阳穴站到摊前 随口报了一个露西刚才的报价 女孩们一看到她 便娇羞着红了脸 其中一个问 小哥哥 我给你一百 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不能 她冷漠的态度 让这几个女孩面面相去 最后都放下戒指走了 刚才看时 先生一直喝酒 没怎么吃东西 吃这个垫垫肚子吧 露西将一份炒粉根果引地到她面前 不用 露西也不再多话 将炒粉放在她面前 就继续忙了起来 担心时 怀安身体吃不消 并没有真正卖一个小时就收摊了 回到家 时怀安就回房间 露西猝眉朝她那边看了一眼 确定她房里没什么动静 才又坐回客厅里算账 现在的她 每个月工资八千 加上每晚百摊的收入 跟网上偶尔接到的订单 除去每个月生活日常花销的钱 拼拼凑凑加在一起 一个月也差不多有一万斤收入 现在已经攒了八千多 她决定等凑到一万整就还时怀安 这样到后面算账的时候 好算一点 五十万虽然遥远 但这样不出意外下去 五年内也是有可能还清 等她算好账后 已经是晚上十点半 经过时怀安房门 她犹豫了一下 还是敲响了房门 石先生 需要我给你煮一碗醒酒汤吗 没有回复 不知道是没听见 还是没睡着 她试探性的扭动把手 才发现里面竟然是反锁着的 发生这一点后 她不禁觉得好笑 男女同住一个屋檐下 该防备的似乎是她才对 她回到卧室看手机 这才发现 江陵早就给发了微信过来 告知江陵诚已经安全到家 想到醉到一塌糊涂的江陵诚 她心中有点愧疚 人家好心好意请自己吃饭 却被石怀安惯成了这样 第十五章 奇葩亲家 第二天 路西刚到公司 就被江陵抓起来询问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让她一向很有节制的堂哥 醉得一塌糊涂 她只能说是 江陵诚跟石怀安相见恨晚 两个人不小心喝多了 好在这天 彼此都工作繁忙 江陵也没有什么时间多问 下班前 又接到石怀安说 不回家吃晚饭的消息 她便挑选了一些 给豆豆的玩具跟水果 去路远的家 并非她多想跟哥哥走的情 相反 自从当初刚上大学时 在哥哥家借住半年 她就看穿了 他们一家人的劣根性 所以才努力兼职赚钱 从他们家搬出来 没什么要紧事 都不常见面 只是这一次 父母住在哥哥家里 她没法子才又走的琴弦 小西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东西来 浪费钱 路母一打开门 路西就听到 里面传来一群人 嬉笑打骂的声音 都是给你跟豆豆买的 路西将水果递给路母 自己则换上拖鞋走进去 一把抱起了豆豆 妈 把水果放到这里来啊 李可看到路母手里提的东西 大声喊了起来 好 路母只好把路西 刚买的水果放过去 然后就又进厨房去做菜 路西看着面前 这些围坐在一起 又打麻将 又随便吐瓜果皮屑的人 平静的心里 开始抑制不住的 窜起了小火苗 再看看坐在沙发上 只顾着打游戏的李扬 根只知道看人打牌 连儿子都不管的李可 火苗窜得更厉害了 妈 你把水果都拿去洗一下 不然让大家怎么吃 李可嗑着瓜子 又喊了一嗓子 好 路母刚跑进厨房 就又擦着手 跑出来拿水果去洗 路西拦住 快要盲成陀螺的路母 秀眉紧促 妈 你别干了 没事 妈不累 路母拎起苹果跟葡萄 就去冲洗 然后又好好的摆放在桌上 相比路母的忙里忙外 许秀珍跟这些邻居 却吃得理所当然 吃完还跟大家议论起来 梅子的葡萄就是甜 许秀珍看到路西时 还在记恨她在医院的事 开口就阴阳怪气 哟 是小姑子又来了呀 吃过饭了吧 路西冷着脸 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 自己刚下班就过来 才六点而已 怎么就可能吃过饭 就好像她是故意来蹭饭的 她自顾自用心买的玩具枪 哄着怀里的痘痘 手放在痘痘额头上 问痘痘身上还难受吗 不难受 那姑姑给你买的玩具枪喜欢吗 许秀珍见路西对她爱搭不理 故意说得更加大声 我说路西 听你哥哥说 你家的老公是个开咖啡店的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也开了家咖啡店 才开不到一年就关店了 前两天刚进场打螺丝去了 你老公的店还好吧 开咖啡店的呀 听起来不错 不过这年头开咖啡店的太多了 我们那条街 一个月关了两家咖啡店 三家奶茶店 听说赔了不少钱 可不是 竞争太大了 很多这样那样的公司 一下子搞不少连锁店 加盟店什么的 我女儿说 都是为了割咱们 小老百姓的韭菜 我家女婿的店 开得好像还挺好 每个月也有一两万块进账 店里还招够了个员工帮忙呢 路母从厨房端菜出来的空隙 笑着回他们话 心里比谁都明白 这些人就是趁机想看热闹 要是拾去的人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可许秀真却不依不饶 又道 路西啊 没想到 你老公还能赚个一万呢 你说 你跟老公领证也好几天了 我这都还没见过呢 反正 我这几天也住在这 你明天带过来给我们看看嘛 我们这些长辈 也好给你长长眼 第十六章 拜访家长 不用了 我妈已经看过了 路西冷冷回应 这个不着急 有时间再见吗 六童 秀真你刚才不是要碰吗 邻居阿姨感觉到了气氛的剑拔弩张 故意岔开话题 路西也不跟他们说话 抱着豆豆来厨房 陪着路母一起帮忙布置饭菜 听着外面打麻将的笑骂声 秀没错的更紧了 妈 我回去了 路西把豆豆放回沙发 拿上包就走 不愿看到这些恶心的人 路母手里还拿着铲子就追了出来 不留下来吃饭吗 我这都做好了 李洋嘴里啃着苹果 却不耐烦的大喊 到底什么时候能吃饭啊 都快要饿死了 来了来了 路母急忙跑进来 豆豆却不小心从沙发上摔了下来 哇哇大哭 只得又跑过来抱起豆豆 用另一只腾出来的手去端菜 尽管如此忙碌 还是被下班回来的路远嫌弃菜不够好 没有买他爱吃的牛肉 路西从哥哥家里出来后 晚上只吃了个手抓饼 心情不好连生意都不景气 摆了一晚上 到收摊连一百块钱都没挣到 卖出去的也都是十几 二十块的小物件 回到家已经是十点 竟意外的看到是淮安坐在沙发上 奶奶刚才打电话过来 说明天休息日你不上班 想去你家拜访一下长辈 不知道方不方便 明天 路西想到今晚许秀珍说的话 本能得有点抵触 许秀珍现在还在大哥家里 这时候去见长辈难免会遇上 刘老夫人白发苍苍 要真是跟许秀珍对起来 怕是会吃亏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跟我哥他们 现在说一声 路西走到一边给路远打电话 路远接到电话 旁边却传来嫂子说话的声音 表示他们要么去酒店吃 在他家吃的话 买菜什么的他要给钱 路远也在旁边附和 两夫妻的无耻程度 让他火冒三丈 要不是刘老夫人的意思 他根本不想吃他这一顿饭 次日 俩人在晚饭前 把刘老夫人接到了哥哥家 刘老夫人一进门 围着围裙的路母 便热切地迎了上来 亲家快进来坐 好 刘老夫人在石淮安的搀扶下 走了进来 让石淮安把带来的礼物 都放在桌上 其中有人餐有冬虫下草 还有各种补品 放在市面上都值不少钱 原本还对石淮安 有些意见的许秀珍 在看到这些好东西之后 姜丽可悄悄拉到了一边 我看你小姑子这老公不错呀 那些带来的东西都挺贵 那个冬虫下草几百块钱一刻呢 这么贵啊 那回头 你走的时候 把东西带回去 给爸补补 我们家也用不上 李可说完 这才笑着迎了上去 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石淮安 没想到路西随便拉个人结婚 竟然还长得这么好看 心里不禁有些妒忌 这是我嫂子 李可 我哥家班去了不在 晚饭的时候会赶过来 路西客气地 将人大致介绍了一下 李可眼珠子 还在石淮安脸上打量 笑着握住她的手 妹夫以后要常来家里做 阿远就这么一个妹妹 可别让两家生分了 嗯 石淮安猛用力 才将手从李可手里抽了回来 一张俊脸瞬间阴沉 对这个嫂子 没什么好印象 刘老夫人敏锐察觉到 气氛下隐藏的尴尬 笑着打圆场 小妻嫂子是吧 都是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这做饭还有一段时间呢 亲家奶奶会打麻将吗 许秀珍特地问 会一点 不如咱们开一桌 刘老夫人笑眯眯地问 刚好咱们四个 逗逗给你老公带一下好了 许秀珍没想到 刘老夫人会答应 指着加上来的 陆希跟李可 兴高采烈地就去打扫桌子 先不说时 怀安脸色从近来就没好过 陆希自己也想要拒绝 留下陆母一个人忙不过来 逗逗也不好 真让石怀安带 只是刘老夫人第一次登门 拒绝的话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口 没事小夕 咱们随便玩 两把就散了 刘老夫人笑呵呵 拍了拍她的手 就是就是 就是许秀珍积极配合 心里盘算着 荧光刘老夫人跟陆希身上的钱 第十七章 荧光你的钱 三万 碰 七条 杠 许秀珍每出一张 刘老夫人就接了过来 不是碰就是杠 再就是胡牌 几圈下来 许秀珍脸色完全没一开始 胜圈在握的兴奋 尤其是看刘老夫人桌面上 堆积的钱越来越多 心里更是不舒服 她不信邪地打出六条 刚放出来 刘老夫人就又笑咪咪地 把牌接了过来 大四喜 多亏你了许妹妹 我这一个月打牌手气都臭得很 没想到 到你这就运气上来了 老姐姐牌打得好 许秀真皮笑肉不笑 心里恨得牙痒痒 哪里哪里 我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 跟周围的小姐妹热热手 活动活动一下脑子 免得的老年痴呆 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将一百块的钱 一张张揣进兜里 看得许秀珍一双眼珠子 快瞪出来 奶奶可真是厉害 我跟小夕坐在这里 竟给你和我妈凑桌了 李可看着自家妈一直输钱 心里同样不舒服 我水平就一般 刘老夫人刚说完 就摸到了一张好牌 哎呀 不小心又按钢了 她呵呵笑着又去摸牌 大拇指在麻将上撵着 在亲家跟李可紧张的目光下 只见她将麻将 重重往桌上一摔 自摸单调 糊了 许秀真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 打几圈就输了几圈 短短半个小时 就出去了四百 之前还想着赢刘老夫人钱的她 将这把钱交出去之后 已经有点坐不住了 壮丝开玩笑地问 亲家饭菜还没好呢 许妹妹不打了吗 刘老夫人故意问 打 当然打 我只是看亲家在厨房太忙 我在这打不打好意思 想着要不要去帮忙 许秀真此刻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没关系 还可以再打半个小时 到时候我去帮忙 不用亲家阿姨动手 如希很配合地回答 硬是将许秀真一张脸 憋得长成了猪肝色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许秀真死气沉沉 一张脸拉得老长 又赢了他三百 妈 学校要买资料 给我五百块钱 李扬从外面进来 伸手就找许秀真要钱 许秀真脸一黑 刚输掉了七百块钱 此时当然没什么好脾气 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 拿那么多钱给你 你打牌动不动就上千 少打两把牌 我多少资料钱都省了 你 小杨 五百我给你 李可从牌桌的抽屉里 拿出五百块递过去 李扬拿到钱 立即笑嘻嘻道 谢谢姐 临走前 还不忘从许秀真牌桌前 抓了一把散碎零钱 气得许秀真骂骂咧咧 生儿子就是来要债的 这个小王八糕子 真是要气死我了 随即又仰着脖子喊 你不留下来吃饭啊 露西趁此机会站了起来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去厨房帮我妈了 小夕 这就不打了呀 许秀真输了七百多 哪里肯放人 只是露西全当没听见 一溜烟就钻进厨房 给陆母打下手 气得她浑身发抖 便冲女儿使了个眼色 李可瞬间明了 笑着几进本就不大的厨房 小夕 没想到你老公的奶奶麻将 打得这么厉害 好像赢了不少 你输了多少 就一百多 打牌就是图个开心而已 露西随口回答 李可以为是自己说的 还不够直白 又道 我妈输了不少 可把她心疼坏了 亲家奶奶也真是不给你面子 赢了那么多 也不说把赢你的钱还回来 输了就是输了 要是这点排品都不没有 那干脆就别打 不打就不会输 嫂子你别挡着我 我还要做事呢 要不然你来 一时间陪你在这里磨蹭 李可气呼呼地走出去 要钱不成 还碰了一鼻子灰 小夕 你许阿姨说了不少吗 陆母好奇问 七百多 想要我找奶奶要回来呢 倒真是脸大 露西在厨房忙碌 撇着李可跟许秀珍 在那里窃窃私语 心中有种憨然的畅快 第十八章 不缺你那点钱 别管他们 你也别在厨房了 去前面陪着你老公 跟亲家奶奶吧 不然说咱家没规矩 好 露西动作麻利地 帮陆母切好配菜 洗了把手 就去外面陪着 几个人围坐在沙发上 许秀真话里话外 暗示刘老夫人赢了钱 就差没有直接说明 让刘老夫人把钱拿出来 那副试快的嘴脸 看得石槐安脸越拉越长 好在陆远下班回来 大家一起坐着吃饭 这才没有再说 吃过饭后 露西下意识端起碗筷 准备收拾 被陆母拦了下来 时间不早了 你们小两口 赶紧送亲家 奶奶回去吧 那我们就先走了 露西看着那一大堆碗筷 不放心地看了眼陆母 他们刚从家里出来 就听到陆远跟许秀真 四处吆喝陆母干活 她按耐住 想要冲回去的愤怒 跟石槐安将刘老夫人送回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早 她也不打算今晚再摆摊 俩人坐在车厢里 想到今晚发生的局面 她有点窘迫 抱歉石先生 许阿姨 这人心直口快 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是心直口快 还是想要那七百块钱 石槐安的直白 让她脸颊微微发烫 抱歉 陆小姐不需要道歉 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外人而已 只是咱妈今晚怕是累坏了 石槐安说着 从兜里掏出九百块钱递过去 石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陆西一时不解 奶奶看出 那位亲家岳母不是什么善差 所以打牌的时候 才有一帮你出口气 这是奶奶今天赢的钱 怕当面给你你不收 就让我给你 不用不用 陆西赶忙拒绝 难怪许秀真刚才那么明示暗示 奶奶还钱 她都无动于衷 没想到 奶奶看起来年纪大了 心里却跟明镜一样 那随便你吧 石槐安也不勉强 不过几百块而已 却让那位许秀真那么惦记 真是好笑 石先生放心 这样的情况 下次不会再让你遇到了 陆西仍旧为今晚 让石槐安的难堪 而感到抱歉 无所谓 石槐安是真的不在意 无足轻重的人 她向来不放在心上 车子到家的途中 谁都没有在说话 尴尬的气氛 哪怕到了家 也仍旧存在 陆西坐在沙发上 随手打开电视 余光瞥着在客厅穿梭的男人 问 刚才看石先生都没怎么吃饭 需要我给你去下碗面吗 不必 陆西善善地坐回身好 气氛比方才 似乎更加尴尬 刚好电视里面播放到 华盛财阀集团的代理总裁 石容站在台上 回答着台下无数记者提出的问题 他随口问 听说最近华盛集团的股票又涨了 石先生觉得 我要不要去买点 不需要 华盛集团不缺陆小姐这点钱 石淮安脸色骤然冷了下来 重重摔上房门 只留下他一脸愕然地坐在沙发上 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石淮安虽然总是冷着一张脸 但生气刚才 好像还是第一次 石淮安走回房间 立即联系上了江巡 还没开口 江巡的声音就先从那边传了过来 不好了 老爷子发病了 第十九章 大型真相现场 严重吗 石淮安眉头紧皱 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 情况不大好 你要不要现在回来 石淮安握着手机的手 末的一紧 周身被戾气瞬间笼罩 再等等 有什么情况 你再告诉我 他挂断电话 阴谋习惯性的密切 他清楚地知道 只要他在这里多待一天 石家那些家伙 就会趁他不在 迅速占据家族的地位 石荣刚才在电视上出席 本该有始老爷子出面的 记者见面会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只是 就因为目前情况特殊 所以 他更需要保持冷静 听到隔壁房间的关门声 他也躺回了床上 除了要想办法 对付石家那些家伙 还得应付家里 这个新婚妻子 想到这些 内心便深感烦躁 好不容易睡了过去 半夜却被饥饿感闹醒 睁开眼看了眼手机 发现才凌晨一点 饥饿感促使他不得不起来 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他略微皱了皱眉头 石先生 身后突然响起的声音 将他吓了一跳 墨地转身 对上陆西那双明亮的美眸 俊脸难得地划过一抹窘迫 他故作淡定地将冰箱合上 陆小姐怎么起来了 我饿了 起来找点吃的 陆西看穿 他在冰箱翻找的行为 也不戳破 从冰箱里拿出牛肉跟鸡蛋 便到厨房忙活起来 不多一会儿 两碗牛肉面便端到了桌上 上面还铺着一个 金灿灿的荷包蛋 他将其中明显面更多的一碗 推到石淮安面前 刚好我煮多了 石先生帮我吃一份吧 石淮安望着面前 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面条 口是心非道 我不饿 话音刚落 肚子就发出咕咕叫声 他面色一肿 硬着头皮在椅子上坐下 吃吧 陆西将面又往他面前推了推 石淮安对食物相当挑剔 他挑起几根面条 颇有些嫌弃的 放进嘴里尝了一下 意外发现 味道净出奇的不错 印象中还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牛肉面 就连荷包蛋都感觉很美味 很快就一碗面见底 发觉对面的陆西 正愣愣看着自己 他握着筷子的手默然一紧 脸上划过一抹不自然 他故作从容地放下筷子 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 随即起身 我吃饱了 真的吗 要不要 把我这碗也吃了 陆西愕然的同时 将自己 还纹丝未动的面推过去 换来男人一记蜿蜒的他 又默默地将面收了回来 第二十章 偷钱 早上 陆西比平日多做了几样早餐 给石淮安留在桌上 出门前 拿了几个肉包 跟刚榨出来的豆浆 顺带送给陆母尝尝 嗯 想了大哥家的门铃 很快 就听到陆母 急切跑来开门的脚步声 你上班 怎么还有时间送这些过来 陆母接过他手里的早餐 担心他上班迟到 我公司就在前面 早上做多了 就给你顺便尝尝 妈你做完累坏了吧 陆西抱起坐在地板上 玩耍的豆豆 一眼就看到 餐桌上摆着各种 没来得及收拾的碗筷 就猜到 这些又是陆母收拾 还好 陆母放下拖到一半的拖把 坐在椅子上吃着肉包 从早上三点忙碌到现在 连口水都顾得上的陆母 早就饿坏了 陆西看着陆母 有些迫切的吃相 不禁心酸 问 妈 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 吃了 你哥男的还能不给我饭 吃不成 就是你许阿姨吃的有点多 我没太准备 陆西文言舒然起身 他也太过分了 口口声声说 是来带豆豆的 可不是打麻将就不见人影 皇帝也没他这么能享受 现在他又去哪了 买菜去了 他买菜 肯定又盘算着 从里面几点钱出来 陆西吃过他买的菜 说是二十块钱一斤的猪肉 可是那猪肉 明显是放在冰箱冷藏过 哪里用得了二十块钱 快别说了 被你许阿姨听到就不好了 你赶紧去上班吧 没事别老是来我这 也别拿东西来 别因为咱家这点子 试伤了你们夫妻感情 陆母将他推丧着 陆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值得拿起背包 那我先走了 好 陆母把他送走后继续干活 不多一会儿 门却再次被敲响 打开门 看到来人时 颇有些惊讶 杨阳 你怎么来了 我妈在不在 李扬推开陆母 镜子走进来 你妈买菜去了 应该快回来了 陆母说着 李扬呦了一声 看到桌上的肉包 拿起来就往嘴里色 看到陆母一脸的欲言又止 她却还含糊不清地问 这包子哪买的 味道不错 是我女儿刚送来的 陆西亚 你明天让她多做点送过来 比我刚才在路上买的肉包好吃多了 李扬一边吃 一边往嘴里色 嗯 好 陆母尴尬地笑了笑 也不好跟她 一个孩子计较 默默端着桌上残留的锅碗进厨房 叫叫 痘痘也要吃 你吃什么吃 牙都没长齐 李扬将最后一个肉包塞进嘴里 百无聊赖地 在屋里四处溜达 看到敞开的房间便走进去 拿起陆母桌上的腰骨就吃了起来 余光却无意中撇到 抽屉里放着几张一百的 见状 她下意识看了眼 还在厨房忙碌的陆母 趁着陆母没注意到这边 打开抽屉 把钱拿了出来 数了一下 有四百 她心中大喜 随即警惕地 把钱揣进裤兜走了出去 那个陆婶 我先回学校了呀 好 厨房传来陆母的回应 舅舅 你为什么要拿奶奶的钱 不能拿奶奶的钱 痘痘扯着她衣服 小小的身形 还不到她大腿 你胡说八道什么 谁拿钱了 李扬怒目一瞪 推开痘痘便往外走 痘痘爹坐在地 一下子哭了起来 奶奶 陆母听到声音 急忙跑来将痘痘 痘痘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没站稳 李扬随口搪塞完就走 痘痘在陆母怀里 抹着眼泪 指着李扬奶声奶气地说 奶奶 痘痘看到舅舅偷你的钱 陆母顿时一惊 自己抽屉里的钱 果然不见了 她放下痘痘 立即追到了楼梯口 拽着李扬衣服问 杨杨 你是不是拿我抽屉里的钱了 我没有 谁欺害你那几个破钱 放开我 李扬做贼心虚 当即便挣扎起来 你让我看看 陆母想要伸手 去李扬身上摸摸看 你是不是有病啊 都说没有拿你的钱了 李扬恼羞成怒的大吼 情急之下 两人拉扯之际 用力将陆母往前推了一把 陆母被推得猝不及防 脚下的楼梯踩空 身体重重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第21章 小舅舅是凶手 顿时 鲜泻四溢 陆母一动不动地 躺在血泊之中 李扬看到这一幕 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站在楼上的痘痘 更是被吓到大哭不止 他紧张地吞了口唾沫 战战兢兢地走到陆母身边 学着是电视剧里的画面 颤抖着僵尸 只放在他鼻息下面 在没感觉到呼吸之后 吓得双腿一软 亮呛着摔坐在地上 谁家孩子在哭啊 楼上传来邻居大喊的声音 李扬听得脸色巨变 连滚带爬地从楼梯口跑出去 没有大人在的痘痘 叫得更大声了 邻居听着声音从楼上下来 看到满身是血的陆母时 顿时惊叫出声 第一时间拨打了救护车 陆西接到医院打来电话的时候 刚坐到岗位上 听到说陆母从楼上摔下来的消息 猛地站了起来 叮嘱江林给自己请了个假 便骑着电瓶车 火速赶往医院 就看到陆远跟嫂子李可 已经等在了手术室门口 怎么回事 妈好端端的 怎么会从楼梯滚下来 她跑到手术室面前 一看到上面亮着的红灯 便激动地红了眼眶 早知道母亲会出事 她说什么都不会去上班的 当时她在家里 应该多待点时间的 或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谁知道怎么回事 一天天的静之道 给家里添麻烦 才来多久 就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李可抱着哭泣不止的痘痘 仅存不多的耐心 早已燃烧到了尽头 自然也没什么好脸色给陆西 陆西顿时火冒三丈 妈都这样了 嫂子你怎么还能说这种话 咱们做人多少的讲点良心 我妈对你还不够好吗 行了 陆远烦躁的低吱一声 是邻居叫的救护车 说是没看清 当时妈是怎么摔的 是舅舅 豆豆稚嫩 带着哭腔的声音 突兀的响起 什么 陆西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 激动抓住豆豆的手追问 豆豆 告诉姑姑 真的是你舅舅 把奶奶推下楼的吗 小妹你吓唬一个孩子干什么 豆豆连话都说不清你 还能信她的话 李可说完 气急败坏的 又用力捏了豆豆一把 熊孩子瞎说什么 就因为是孩子 才会不懂得撒谎 而且这件事情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陆西说着 就要逃出手机报警 李可见状 立刻将她制止 小妹你别在这添乱 杨杨没事 推咱妈干什么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你动不动就报警 到时候把事情闹大了 怎么收场 小妹 你嫂子说的对 说到底 这也是家事 警察掺和进来 丢了面子不说 搞不好还要吃牢饭 大家都是亲戚里道的 亲戚里道 还会这么对吗 大哥我知道你窝囊 但不知道你这么窝囊 你说什么 陆远愤怒的一巴掌 对着陆西打了过去 陆西 石淮安从走廊另一头跑来 看到这一幕的她 冲过来 照着陆远将拳头挥了过去 陆远被打得亮呛 狼狈地跌坐在椅子上 吓得李可当场变了脸色 立刻挡在石淮安面前 你干什么 我的女人 也是你能动的 石淮安怒指着陆远鼻子 一向不轻易暴怒情绪的她 这次是真的火了 打完陆远的她 转身把陆西从地上扶起来 没事吧 没事 陆西想要用手机 继续打报警电话 才发现 手机屏幕刚才不小心被摔碎了 用我的 石淮安将手机递过去 余光撇到还想过来的陆远 眼神警告地扫过去 建议你最好别再多说字 陆远被石淮安的气势给吓到了 一时愣在原地不敢上前 看到陆西在打电话 顿时又急了 小妹 不能报警 闭嘴 石淮安呵斥的同时 一把揪着陆远的衣领 看在你是陆西大哥的份上 我给你几分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 陆远也火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找死 石淮安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人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讲话 他举起拳头 照着陆远的脸 就又用力挥了过去 挥的力度太大 直接把陆远打出来 一鼻子血 陆远跌坐在椅子上 摸着自己流血的鼻子 顿时气的浑身发抖 抱了句粗口 当场就冲上来要拼命 石淮安早有准备 不等他靠近 便先一步反击了过去 对于平日 都有练拳机跟健身的他来说 这一拳用足了力气 陆远闷哼一声 狼狈地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 李可见状被吓坏 随便将痘痘往地上一放 就去搀扶陆远 对着陆西破口大骂 陆西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白眼狼 竟然让一个外人 这么打你哥哥 陆西这时候 打完报警电话过来 望着泼妇般的李可 冷道 我已经报警了 嫂子 还是让亲家阿姨 赶紧把李扬送去自首吧 你这个疯子 还有没有人性 李可冲上来 就准备再推陆西一把 只是石淮安上前一挡 她便不敢动了 双方又经历了 各把小时的争执 手术室的门才被打开 医生刚从里面出来 陆西第一时间迎上去 追问 医生 我妈情况怎么样了 目前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 具体的需要等病人醒来之后 再做一个全身检查 好的 谢谢医生 陆西送走医生之后 才长舒口气 跟石淮安一起陪同护士 将把陆母推去了重症病房 我就说 咱妈没什么事还非要报警 趁着现在警察还没来 赶紧把案子给撤了吧 李可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解释的机会 李扬这会儿刚上大学 要是这时候被抓了进去 这辈子就都毁了 他话刚说完 走廊那头 就走开两个年轻警察 我们刚才接到报案 说有人发生意外坠楼 谁是报案人陆西 我 陆西立即站了出来 请你说一下具体经过 警察一边拿出本子 一边询问 陆西粗略的说完大概情况 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 请你们务必调查一下 我嫂子的弟弟李扬 他极有可能是导致 我母亲摔下楼的真凶 第二十二章 他还是未成年 陆西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李可气急败坏地解释 是不是胡说八道 我们到时候会调查清楚 哪怕是警察说的话 也让李可想要发火 被旁边的路远及时拉住 调查结束 警察离开前 叮嘱陆西不要离开西江市 他们随时会再来调查 哭哭哭 你就知道哭 李可在陆西身上吃了闷亏 逗逗不停地哭泣 让他更加烦躁 我会留在这里照顾妈 至于你们 自己看着办吧 陆西也没有什么废话 更懒得再跟这个大哥交流 自从陆母来到西江市开始 他对这个大哥 本就不多的期待 到现在 已经完全消失殆尽 真要说什么感情 就是隔着陆母这层关系 看什么看着办 住个院而已 要不是什么大事 人不是没死吗 许秀珍接到女儿李可发来的微信后 火急火燎就赶了过来 冲到陆西面前 就开始指手画脚 石淮安挡在陆西面前 阴眉紧皱 面对许秀珍泼腹般的行为 发自内心厌恶至极 这是医院 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有你什么事 许秀珍没好气地推开石淮安 手指到陆西面前 你脑残吗 既然报警说 我儿子推你妈下楼 就你那妈连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还用得着人推 别当我家都是好欺负的 石淮安冷峻的面孔 更加阴沉下来 面无表情道 既然你儿子没什么问题 那就打电话 让他过来 当面把话跟警察讲清楚 你让我打我就打 你是我什么人 什么东西 许秀珍哼哼道 压根不把石淮安放在眼里 你儿子涉嫌杀人 不是你说没杀就没杀 在警察还没找到你儿子之前 最好叫你儿子回来自首 不然杀人之后还畏罪潜逃 处十年以上 或者无期徒刑跟死刑 石淮安不仅不慢说出这番话 听得许秀珍心里一慌 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你你少在这里蒙我 是不是蒙你 你找个律师咨询就知道 不儿子还没满十八岁 还是未成年呢 未成年人不犯法的 许秀珍伸长脖子大声说话 以此来掩饰内心的心虚 未满十八会轻判 但不是不判 陆夕冷冷站了出来 许秀珍的法盲 又一次鉴定了她的愚蠢 你 你们 许秀珍紧张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陆远也知道一些犯法的常识 拉着许秀珍的衣服劝 她给李扬打电话问问情况 这也不打紧 连听话的女婿都说这种话 许秀珍这才在陆夕 跟识淮安的目光下 给李扬打了电话过去 可电话那头提示关机 这一提示 顿时让许秀珍慌了 早不关机晚不关机 这哪里说得清 看来 让警察调查你儿子这件事情 也不算冤枉他 石淮安从许秀珍的脸上 察觉到答案 冰冷的声音 不带一丝情绪 你胡说 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 许秀珍说到这 旁边的李可提醒 妈 陆夕那些都是吓唬你的 只要让他把案子 现在撤掉 就没事了 起先 许秀珍还有些担心 听李可这么说 马上又摆正了位置 陆夕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 你把案子给撤了 撤不了 石淮安冷冷回应 怎么就撤不了 许秀珍嗓门陡然加大 因为我们不会撤 石淮安一句话 气得许秀真浑身发抖 他激动的推了陆远一下 你搞什么 你也是你妈的儿子 怎么还能得到一个 外人说了算 撤掉 不撤掉的话我 就让李可跟你离婚 陆远一脸的无奈 不是我报的警 我做不了主 你个没用的废物 许秀珍说完 直接往地上一坐 开始撒泼起来 大家快来看 青姐姐 谋害弟弟了 就因为一句没看到的事情 就非要报警抓弟弟啊 大家快来看看 你闭嘴 陆夕对许秀珍 这一套厌恶至极 可她越是这么说 许秀珍就越好得起劲 我问你 你到底撤不撤案 不撤 石淮安拽着陆夕 深邃的阴谋泛着寒光 破人的气场 腾然而起 许秀珍看着这样的石淮安 不禁心里多了几分畏惧 她刻意避开石 淮安的目光 对得狠狠道 那我今天就耗死你 看谁耗得过谁 说着 更加大声哭号起来 几个护士跟保安闻声而来 试图将她从地上拽起来 却怎么都拽不动 小妹 你还是把案子撤了吧 别弄得两家真的不合适 陆远趁势在旁边说话 真把事情闹大了 对她也没什么好处 既然要闹 那就索性闹大一点 看看到时候 对谁到底没好处 露西直接用石淮安的手机 对着假哭的许秀 真拍了起来 还道 使劲哭 说不定到时候 人民群众给你发个奥斯卡奖杯 许秀珍见露西 对这一套完全不在意 也担心真闹大了不好 便更换战略 开始诅咒 她不得好死 最后在李可跟陆远的搀扶下离开 露西看着走远的几个人 心里有些苦涩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人 只不过关系再好 都跟她没有关系 但凡伤害她妈的人 她都不会放过 放心 这些人一个也别想逃 男人低沉 极富雌性的嗓音 自头顶响起 露西诧意抬头 看到她那双深邃的毛子时 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 隐约觉得 她眼神比之前柔和了不少 谢谢你石先生 她发自内心的感谢 最亲的人都站在她的队里面 反倒是这个陌生的丈夫 给予她安慰足够的安全感 也不知道该说自己幸福还是可笑 夫妻之间不必这么客气 夫妻 露西下意识抬头看她 心有一瞬颤动了一下 石淮安似乎也觉得 这句话容易引人误会 但是再解释 显然更不合适 她不自然地皱了皱眉 随口道 我去打个电话 不等露西说话 她便走到窗口 熟练拨通了江岳的电话号码 吩咐道 给我调查一个叫里昂的大学生 在西江大学 明天之前把人给我找出来 第23章 妈 你救救我 石淮安结束通话后 转身便看到 露西站在窗口 双眼含泪 眼神哀伤地望着病房里面 看着这一幕 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亲情这种东西 在普通家庭 是很平常的存在 可在他们豪门之中 却十分难得 尤其是他们家这样的大家族 更显得弥足珍贵 自从十年前 父亲意外发生火灾身亡 她就再没感受到亲情 更体会不了露西对母亲的爱 石先生怎么了 露西疑惑地望着她 没什么 咱妈对你很好 石淮安突然说出了 这么一句无厘头的话 妈妈对孩子 好难道 石淮安的那句话 大胆猜测 她的原生家庭不幸福 再回想一下 似乎确实从未听她提起过她父母 只有奶奶 她虽然很好奇 但也知晓过问 别人的事情不太好 因为彼此不熟 她以为石淮安会像平时一样 着急离开 却没想到 一直陪她守在病房外面 用她的话来说 这是她作为丈夫该做的 晚上 石淮安接到了江月的来店 担心暴露的她 走到窗口后 才接了起来 人找到了 再往吧 我安排了人 跟你一块去 里面传来江月简短的声音 好 她挂断电话走回来 就看到陆西靠在墙上 已经睡着 便脱下外套 披在她身上 只轻微的动作 便让陆西睁开了眼 石先生这么晚 准备去哪 我有个朋友 找到了李扬的位置 我过去看看 李扬 陆西听到这个名字 蹭一下站了起来 我跟你一块去 石淮安本想拒绝 可是看她 这副模样 显然不会同意 沉凝了片刻 便道 那就走吧 穿上我的外套外面了 陆西愣了愣 说了句谢谢就接了过来 经过护士站的时候 叮嘱护士帮忙盯一下 表示自己很快回来 车厢内 石淮安凝神灌注地 直视着前方 手灵活地转动方向盘 车窗一遍遍闪过 街边的霓虹灯 在经过几条街后 陆西一眼看到不远处 李扬站在网吧门口 正被几个男人围着 他拍了拍石淮安手臂 好像是李扬 石淮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不去 看到李扬后 果断转动车子 朝着那边开 就看到李扬 被其中一个男人 推倒在地 男人咆哮的声音 也跟着传来 给老子滚远点 没钱 还老赖在我这里 真当老子傻 让你一直设账啊 没钱赶紧给老子滚 我又不是不还你 李扬从地上爬起来 眼下他不知道去哪里 只能先躲在这避避风头 老子这里一概不设账 你想在这里通宵可以 那就把钱给我拿出来 为首的老板 一脸的凶神恶煞 我 我的钱都还账了 李扬余光无意中撇到 在马路停下巡逻的警车 脸色顿时俱变 迫切拉住老板的手 老板 你先让我进去 我保证我给你钱 说着 他把身上紧剩的手机 塞进老板手里 这是我的手机 我就在这待两天 到时候一定拿钱来数 老板只看了一眼 就把他的手机丢了回去 妈的 这破手机还想骗钱 再敢废话 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老板话音落下的同时 石淮安车子停在了路边 李扬听到刹车声 下意识回头 看到从车上下来的路西 根视怀安 表情瞬间大变 在老板不明所以的目光下 拔腿就往另一个方向跑 站住 石淮安打开车门紧追上去 没想到李扬跑得挺快 追了一条街 眼看李扬要跑走 一脚将旁边的空饮料瓶子 朝着李扬踢过去 瓶子正中李扬后背 他踉跄着摔倒在地 不等他站起来 石淮安便快速追上去 扣住他手臂摁在地上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李扬剧烈挣扎 老实点 石淮安更加用力 将李扬手臂往后一拧 疼得李扬一声惨叫 路西这时候 气喘吁吁跑了过来 送拘留所吧 嗯 石淮安点头 李扬一听拘留所 挣扎得更厉害了 路西 你这个死丫头 竟然敢把我送拘留所 闭嘴 石淮安将李扬用绳子 捆住他双手 直接送去了附近的拘留所 进入拘留所 俩人接受完例行的笔录 等在大厅 路西看着大厅人来人往 心里愁愁了一会儿 还是忍不住开口 石先生 最近一段时间真是 如果陆小姐又想说 谢谢之类的词就不必了 对不起跟谢谢这两个词 除了费点口水之外 一点用处都没有 路西被石淮安的话 骚红了脸 下意识又想说句 对不起 想到石淮安刚说的话 硬生生给憋了回去 转口道 石先生怎么知道李扬在那里 提到这个 石淮安不自然的皱了下眉 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干这行的 平时帮人跟踪调查一下小三 找找宠物什么的 原来是这样 路西见到审讯李扬的警察出来 立即迎上去问 警察先生 我妈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她干的 根据小区当时的监控报告 以及刚才 我们审讯过程中的结果 确认是她没错 她表示 是不小心发生的争吵 被吓坏了 一时就逃跑了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公正处理 好的 谢谢 路西跟视淮安刚从拘留所出来 就接到江陵打来的电话 让她来一趟公司 她只能跟视淮安分开 又匆匆赶去公司 与此同时 许秀珍接到警局电话 第一时间赶到了拘留所 看到满身狼狈 脸上还有被殴打欲亲的李扬 心疼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才一天一夜没见 好好的儿子就变成了这样 妈 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才刚上大学 我不能坐牢 要不然我这辈子都毁了 姐呢 让姐帮我出去 李扬见到许秀珍时 紧紧抓住她的手 就像濒临死亡前的人 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痛哭流涕 你放心 妈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都是露西那个死丫头 妈一定找她算账 许秀珍一边擦眼泪 一边哽咽着说狠话 是露西跟她老公的两个人 把我抓到这里来 都是她把我害成这样的 妈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妈去找露西 一定让她把你给放出来 许秀珍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她从拘留所出来之后 直接去了露西所在的公司 露西 在办公区域看到露西时 她立刻一声 冲上去就一耳光 将露西打倒在地 第24章 偏爱 你干什么 江陵跑过来 将许秀珍推开 谁知道 许秀珍正开江陵的束缚后 当着周围工作人员的面 又挽起来了撒泼那一头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家快来看啊 看看这个女人心有多狠啊 我儿子就是不小心 把他妈给推下楼了 为了给他妈治病 我们家是又出钱又出力 现在他妈都没事了 却非要把我儿子往牢里送 可怜我儿子刚上大学 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呢 这个死丫头太狠了 这是要毁了我儿子啊 还说什么亲戚 亏得我平时 把他当亲女儿疼 谁知道就疼出来个白眼狼啊 路西在地上站起来 许秀珍为了给李扬脱罪 竟然闹到这里来 他气愤上前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儿子把我妈推下楼就跑了 我妈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昏迷不醒 哪里就好了 许秀珍带着她的话 更是强行挤出几滴眼泪来 故作嚎啕大哭 你终于承认 是你把我儿子 非要送进警局了 你这个天杀的 我可还是你亲家母呢 你竟然这么狠心啊 虽然许秀珍这一招 看起来十分掉价 可是却精准地 抓住了众人普遍爱凑热闹 爱八卦的心理 将周围的同事员工 尽数都引了过来 并且大家都开始怯怯私欲 指责起了路西太狠心 白眼狼之类 路西看着许秀珍 这副不可理喻的模样 更加怒火中烧 你就是想要我跟你私下达成和解 放你儿子出来是吧 许秀珍以为路西是被自己闹怕了 得意地扬起下巴 我儿子又没犯什么大错 何解算是 看在我女儿的份上给你面子 要不然 我都可以告你诽谤 是吗 路西咬着牙冷笑 掉头就叫来了保安 对保安说 保安大哥 请你现在就把这个人拖出去 许秀珍见状 激动地猛一下站了起来 路西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 我不走 凭什么让我走 经理听到动静 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看到混乱的场面后 冷着脸问 路西 这是怎么回事 许秀珍立即上前 在旁边添油加醋 经理 你手底下的员工人品有问题 这种人赶紧开除掉 留在这里就是个祸害 开除也轮不到你来说 路西说着 一把拽着许秀珍衣服 在同事们惊恶的目光下 拖进电梯 然后一用力 将许秀珍丢到了公司门口 这一情况 立刻引来路边人的侧目 许秀珍从小到大 都是出了名的要强 只有她欺负别人的份 没有别人欺负她的份 怎么甘心在路西这个小丫头 身上吃亏 当即从地上爬起来 死丫头 我可是有高血压的人 要是血压上升 犯病晕倒 这些都是要算在你头上的 正好 这附近就有一所医院 你高血压一个给我看看 你 许秀珍真是没想到 平时看起来还算听话的路西 翻脸起来竟然这么恐怖 来之前 她也是算准了 路西不敢在公司把事情闹大 加上路西并不是那种 争强好胜的性格 这才这么大着胆子来 但是现在看来 还真是小瞧路西了 我什么 还想欺负 我跟我妈是吗 那么 你这次真是打错算盘了 我不可能再退让 好啊你 看我今天不打死 你这个没叫养的死丫头 许秀珍气的浑身颤抖 抬起手 就还想打到路西脸上 手刚举在半空 一个冰冷的男生突然响起 住手 众人闻声看过去 就见石淮安从车上急步走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只不过此时的他 戴着口罩跟鸭舌帽 让人看不出长相 但路西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没事吧 石淮安走到他身边 在看到 他脸颊上鲜红的五根手指印石 眉头紧皱 周身瞬间腾起巨大的寒气 没事 路西摇摇头 其实就算石淮安不来 许秀珍这一巴掌 也打不到他脸上 把他抓起来 石淮安冰冷地看向许秀珍 饶视旁人看不到他的眼神 也能清晰感觉到 他锐利的视线根部好惹 也是他一声怒吓 身边的手下立即上前 分别遏制住许秀珍的双手 往后用力一凝 许秀珍立即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 周围的路人看得心跟着一颤 不由得想象那凝在自己胳膊上的痛感 而这份痛感不但让许秀珍没有收敛 反而叫得更大声 你们凭什么抓我 赶紧把我放开 石淮安听了不为所动 冷声命令 把人摁紧 刚才他是怎么打人的 你们就加倍打回来 许秀珍一听 当即变了脸色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光天化日 你们就敢对我做这种事 不怕 话还没说完 就被保镖啪一声脆响 听得众人脖子一缩 仿佛拿巴掌打在了自己身上 许秀珍哪里挨过这样的打 疼得嗷嗷惨叫 他更加嚣张的破口大骂 换来的 却是保镖一耳光 接着一耳光的回应 众人渐渐的开始议论纷纷 却谁也不敢上前 一看石淮安的架势 就知道对方是个不好惹的 你 不是说双倍打回来吗 为什么 为什么打这么多下 许秀珍疼得连说话都不利索 刚才他粗略算了一下 这么点时间 哪里只打四八掌 都有二十八掌了 到底会不会数 石淮安阴谋危险的 眯成一条线 力气不降反声 我只说加倍 可没说加几倍 好小子 许秀珍激动的想要反驳 脸上牵动的 伤疼得他呲牙咧嘴 根本连话都说不出来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打得他眼泪直流 路西静静静看着这一幕 瞥了眼身侧的男人 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为了他 在这种地方 就对许秀珍大胆出手 从小到大 都没有享受过 这样明目张胆的偏爱的他 第二十五章 舆论压力 路小姐别想太多 打你的脸 同样也是打我的脸 旁边想起男人低沉的声音 也唤醒了路西的意识 他对自己刚才的想法 感到愚昧 明知早晚都会 跟这个男人离婚 自己就不该有什么 其他心思 想到这点 他抬头笑了笑 石先生想多了 我只是在想 这是我公司楼下 差不多就行了 石淮安看了眼 倒在地上 哭泣不止的许秀珍 抬手示意那些人都退下 许秀珍这才得以逃脱 走前还不忘指着路西 这事我跟你没完 路小姐最好做好准备 近期你不会太骗 石淮安望着许秀珍离去的背影 滴滴说着 知道路西早已见识过 这些人的尿性 吃亏的是 他是绝对要搬回来的 可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软柿子 任人欺负不可能 这时候 总监林安琪 亲自打来电话 让他不要暂时先不要来上班 处理好家事再回来 接到这个电话 路西并不认为 是总监多么善解人意 更多的是 他们怕影响公司声誉 回到医院 坐在车上 路西问 石先生怎么会出现在那 这已经是第三次 他觉得石淮安出现在那 并非巧合 虽然很识 淮安相处没多久 但觉得这个男人 好像有意隐瞒自己什么 在网上看到路小姐出事 我就特地找了几个人过去 省得他们那些人 当咱们好欺负 石淮安回答的轻描淡写 对于对路西瞎掰这种话 现在已经能做到不动声色了 谢谢 下次我会尽量不在公众场合解决 路西想来也觉得有点苦恼 在大庭广众之下 难免会被人传到网上 石淮安将路西送进医院 俩人刚从电梯出来 就看到等在路母病房外的路远 跟抱着痘痘的李可 小妹 路远看到 她就加快脚步走了过来 相比之下 李可一看到她 白了一眼 就抱着痘痘走了 你不是说要加班 路西知道路远最近公司很忙 时常要加班 所以再照顾母亲方面 也从未指望过她 你还说我 还不是为了我丈母娘的事情 你让一个外人当众打我岳母 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让她怎么出去见人 路远一开口 就为这事进行指责 就因为刚才许秀珍一通电话 打给李可 李可就非要她来找路西讨个说法 我跟小西已经领证 在法律上是名副其实的夫妻 要说外人 大哥你才是 而且你为了丈母娘 不管自己亲妈 难道这就是你作为子女该做的 石淮安面无表情的陈述事实 却让李亏的路远 听得勃然大怒 关你屁事 说完 一把将路西拽到身边 跟我过来 有话跟你说 却发现 没能将路西拽过来 回头一看 见石淮安正拉着路西 她瞬间火冒三丈 信实的 这是我们两兄妹的私事 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你就在这等我吧 路西回头拿掉了石淮安的手 给予她放心的眼神 在石淮安放手后 才跟着路远往没人的走廊方向 一没人了 她就甩开路远的手 如果哥想说 让我放过你小舅子这种话 劝你还是别说了 因为一个外人 别真伤了我们兄妹 已经为之不多的感情 路远原本准备了一大堆的话 还没开口 就被路西给堵了回去 所幸 她也不再掩饰 没错 我就是要你放过 我小舅子 不行 路西果断拒绝 路远间态度强硬没用 语气便软了下来 就当歌求你了 还不行吗 因为这是 你嫂子非要跟我离婚 你可是我亲妹妹 总不能看着豆豆这么小 就变成单亲家庭吧 但凡 你能多考虑一点豆豆 少让你岳母掺和进来 你们夫妻之间的日子 过得舒坦多了 路西态度极其冷淡 她对这个哥哥 已经失望透顶 是 是我不该 但我丈母娘已经掺和进来了 这日子 还得接下来继续过 反正妈现在没什么事了 你就大实话小小实话了 把这件事情 当个屁给放了 就算你不看在我跟豆豆的面 就多为妈着想着想 她要是知道我离婚了 一定会非常难受 路远开始拿路母出来说话 因为她知道 路母是路西的软肋 尤其是路西现在的沉默 更加验证了她的猜测 别跟我提妈 你没资格提 路西又一次见证 到了路远的无耻嘴脸 好 我不提 那你就让这次是算了 就跟警察说 咱们私下已经和解 如果你非要找个人出气的话 那我给你跪下行吧 路远说着 真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这一跪 一下子引来周围不少看来的目光 路西真没想到 路远竟然连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 软硬兼尸 还真是无耻至极 她深吸口气 眼神冷漠 别再说了 我不可能跟他们家私下达成和解 就算妈醒过来也不行 对她而言 任何人都比不上路母的安全来得重要 已经一天一夜 路母到现在都没有昏迷 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路西 路远激动地从地上一下子站了起来 手怒指着她鼻子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我都跪下来 求你都不行 是不是非要我离婚了你才高兴 那是你的事 路西转过身 多看她一眼都觉得恶心 好 既然你这么无情 那就休怪我无意了 咱们走着瞧 路远气急败坏地走了 在经过石淮安身边时 重重地鼻哼了一下 呸 什么狗东西 石淮安脸色一沉 抑制住想要弄死路远的冲动 慢条斯理地抽出手帕 抱歉 连累到你了 路西抽过她的手帕 为她擦拭 也为自己原生家庭打来的麻烦 而对石淮安感觉愧疚 石淮安原本的怒火 被她少有的温柔而冲散 情绪也随之冷淡了下来 看来讨论的结果不怎么样 谈不了 路西收回手帕 揣进自己兜里 我会为时先生洗干净 再送还给你 不必着急 洗不干净 我也不介意路小姐再给我送一条 只不过 路小姐不担心你大哥 就此完全站在她岳母那边了 石淮安这话 一下子点醒了路西 她想到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却没考虑到这点 到了晚上 石淮安这句话 就得到了证实 路西守在病房时 在江林的提醒下 看到了网上有一条 关于路母 被李扬失手推下楼的帖子上了热搜 这期间没有提到 多少作为受害者的路母 而是死咬着路西不放 让她一下子 成为网友口诛笔伐的对象 一大堆键盘侠 在不知情况下 对她一阵狂喷 这女人太冷血了 就是 连受害者都没有要求什么 她却像她跳梁小丑一样 蹦跋得这么高 也不嫌丢人 网上诸如此类的话太多 路西看着这些聊天记录 根本都觉得恶心不已 这些是我找那个朋友调查得到的 网上那些舆论 都是你嫂子找微博博主干的 石淮安来到医院 告诉路西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还是有点惊讶 大嫂在家全职这么久 哪有什么人脉 无非是哥哥路远的 只不过她没想到 路远竟然真为了个丈母娘 这么对自己的亲妹妹跟骂 第二十六章 兄妹关系到了头 不对 准确来说 是对付她一个人 这些舆论下面 有水军带动 继续这样下去 会对你的工作 以及个人名誉都有影响 石淮安见路西没有说话 又喊了一声 路小姐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路西低头看着新闻底下那些舆论 秀眉不经紧促 既然这些舆论已经生成 那我也不会客气 路小姐打算怎么做 石淮安问 说我冷血无情 那就先证明他们无情无义 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 路西攥紧了手中的手机 事到如今 想让她妥协 绝对不可能的 她路远都能做到这么心狠 她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我前几天刚认识了一名网络博主 可以让她到时候帮忙发博成亲 处理起来会事半功倍 谢谢 路西也不再耽搁 起身为路母盖好被子 先找到了这些天照顾路母的护士 护士小姐 我能问你几句话吗 什么话 坐在护士站台的年轻护士一愣 关于我母亲在这里住院的几句话 因为我跟我嫂子闹得有点不好看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记录下来正是你说过吗 可以啊 年轻护士点头 路西马上从包里掏出纸笔 开始询问 从我母亲住院到今天第三天 路远跟李克女士来过几次 出事当天来过一次 昨天来过一次 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走了 一直都是路小姐 你在这照顾 医药费跟住院费什么的 也都是你交的 也没见到肇事者来出过医药费吧 护士一脸疑惑 不明白路西怎么问出这种明知顾问的话 或许是因为平时跟路西相处不错 年轻的护士多少位路西打抱不平 路小姐 你哥哥跟那个亲家母一家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把阿姨害成这样 也不爱看看 尤其是你那个哥哥 医药费到现在也一分不出 咱们刚毕业没多久的身上 能有多少钱 好的 谢谢你 如果不介意的话 能让你继续照顾一下 我妈妈 我现在需要出去一趟 路西收起纸笔放进包里 她还需要去调查取证 想要在舆论上占据主导 应该的路小姐去忙吧 路西跟视怀安从医院出来后 对她说道 石先生店里这时候应该要忙吧 这种事情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店里还有人 作为你的丈夫 我还不至于这么不负责任 走吧 我陪你一起 石怀安静自将停在不远处的车开了过来 停在了路西身旁 上来 路西犹豫了两秒 微笑着坐上副驾驶 说了声谢谢 石先生先送我去找许秀珍的小区吧 然后去警局那边取证 去许秀珍的小区倒还好说 只是警局那边取证 她担心拿不到 石怀安看了眼她凝重的神色 淡淡道 警局那边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或许没那么难 路西诧异于石怀安的敏锐 没看出来 这个男人看起来冷冰冰 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 来到许秀珍所在的小区 路西买了点水果跟瓜子 就在小区公园 跟那些大妈们坐到了一起 得知路西就是许秀珍女婿的亲妹妹 开始还有些顾忌 后来得知 路西也是个受害者 就像找到亲属对象一样 打开了话匣子 秀珍这个人啊 真是太霸道了 又爱占便宜 什么都要争个赢的 上次我在超市买牛排 就因为买完了最后两份 她就一直在那里跟我争吵 非要我把一份牛排让给她 骂得那叫一个难听 高个子的大妈说起许秀珍 激动得手舞足蹈 想来是这么长时间 受够了许秀珍 可不是 这两年竟从女儿家里拿东西回来 还让女婿每个月给她生活费 她女儿全职在家这么多年 全靠她家女婿养着 她自己每个月 还有六千多的退休工资 竟然还要女婿给养老费 可真够不要脸的 她儿子也不是个好的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 儿媳妇天天下班之后点外卖 每天外卖小哥放在门口的外卖 天天不翼而飞 你说是不是见鬼 我儿媳妇气不过就在外卖上加了特辣 才发现 原来是许秀珍那个上大学的儿子偷吃 许秀珍不管好自己儿子 竟然还怪我媳妇放太辣 几个大妈聊起许秀珍一家子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大友聊起来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架势 你们确定说的都是真的 石淮安站在一旁听得眉头紧皱 也是经过几次跟许秀珍的接触 才发现 这世上真有如此势快的人 高个子大妈听到石 淮安对她的话产生质疑 激动的加大嗓门 小伙子 你别不信 许秀珍 可是我们这出了名的横 就前两天 还跟我们小区外面 一个卖橘子的老板给打了起来 把人家橘子全踩了 你说是不是丧良心 路西记下这些笔录之后 问道 大婶 我刚才把你们说的话都摘抄了下来 到时候 我们会作为证词 行吗 大妈们一听 一个个面露蓝色 其中一个大妈问 不会有什么事吧 如果需要上法庭什么的 我们可不想 不用 只是作为证词 刊登在网上而已 石淮安说 几个大妈畏畏缩缩 大家说许秀珍是一回事 但真让他们站出来 谁都想安逸一方 那个高个子大妈 看几个好姐妹 畏畏缩缩 干脆的一拍板 怕什么 我作为居委会的妇女代表 我第一个签字答应 高个子大妈站了出来 后面几个大妈也点头 都表示自己愿意作证 像许秀珍这种祸害 早就该惩罚一下 路西跟这些大妈 采完证词出来后 石淮安刚好也跟人结束了通话 转过身向她走来 走吧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约好了律师 如果你哪位亲家母 不愿意赔偿医药费 我们有权力强行要求她支付 律师 路西诧异 她一直想着 在网上提出舆论应对方案 还没想到律师这一方面 路小姐难道打算 将咱妈的医药费一个人出 即使你哥哥不肯出 最起码作为施暴者的许秀珍也要出 所以说 路小姐针对这次舆论 最好想清楚一点 这么一场闹过之后 你跟你哥之间的关系 估计也到头了 第27章 反击 你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哥吗 路西收起调查得来的那一张张供词 这些虽然不能证明 李扬杀人犯的证据 但是这些 足于证明许秀珍平日的为人 跟哥哥路远的无耻不孝 只要将大众舆论好的一面 引到他们身上就可以了 至于李扬那边 警察那边的供词 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路小姐考虑清楚就好 我刚才也让我那位律师朋友 从拘留所 要来了那边的口供 稍后他就会发到我的邮箱 我现在 去见一下那位网络博主 已经约好了吗 路西不禁惊讶于 石淮安的办事效率 嗯 石淮安走到车旁 还不忘为他打开副驾驶门 谢谢 路西知道 他不喜听这个词 但还是要说 对方不在乎 但他不能不感恩 从来没有人为你 做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半个小时候 车子停在了石淮安 跟人约好的咖啡馆门前 站在咖啡馆外面 他忽然想起 自己好像从未去过 石淮安的咖啡店 怀 老板 赵莫婉看到石淮安时 差点叫出了怀少 这个称呼 话到嘴边才 及时变了回来 女的 还是个美女 路西闻生看到 坐在不远处的赵莫婉时 下意识瞥了眼神 太自然的石淮安 更加不明白石淮安 认识这么漂亮的 当时为什么 还要跟自己结婚 赵小姐是某英美妆博主 在网上集聚号召力 石淮安介绍的同时 赵莫婉主动站起来 向路西友好的伸出了手 我叫赵莫婉 因为经常在石老板 咖啡馆打卡才认识 我叫路西 幸会 路西礼貌地 跟对方握了握手 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察觉赵莫婉 似乎在打量自己 笑着问 赵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我只是好奇 能够让石老板 心甘情愿娶的女人 有何特别之处 今天见到路小姐 才明白了 像路小姐这样的大美女 可遇不可求 赵莫婉脸上笑得和善 心里却在负费 被石淮安娶了个这么漂亮的 真是遭见了人家姑娘 她跟石淮安认识这么多年 就没看她跟哪个女人在一起 连她都时常怀疑 石淮安跟她表哥江巡 是对机友 石淮安没什么闲心 听他们女人唠嗑 将路西准备的证词递过去 赵小姐 看一下怎么处理方便 赵莫婉自然明白石淮安的意思 美好气的 白了石淮安一眼 在面对路西时 又露出了微笑 结果证词细细看了起来 还有别的吗 有 石淮安拿出邮箱 刚收到警局那边发来的邮件 赵莫婉看了看这些文件 路小姐放心 只要情况属实 我一定能帮你度过这次危机 到时候再雇一点水军 就能将这些消除 能这样就最好了 报酬的话需要多少 我可以支付 路西说着就掏出手机 想着他们这些博主 都要付定金 虽然自己钱不多 但绝不差别人的 更不会欠别人 赵莫婉可不敢问石淮安的老婆 要钱 拿你白手 路小姐客气了 我只是举手之劳 让石老板下次多给我做几杯咖啡就可以了 感受到某男士来的寒光 赵莫婉心里是连喝咖啡也不敢了 他可不想得罪石淮安这好大人物 这 路西没料到对方这么好说话 反倒叫他过意不去 跟赵莫婉握手分别后 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他对石淮安提议 石先生 不如我请你吃饭吧 路小姐这些天 为咱妈住院花费不少钱 确定不再无紧自己钱包 石淮安见路西被赌得说不出话来 便抬起下巴 指了指对面的西餐厅 我看对面那家西餐厅就不错 肥色 那可是本市最顶级奢华的西餐厅 之前江林刚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 请她来过这里吃饭 光是一杯橙汁 好像都要一百 可不是她这种小市民 能够消费得起的 可是淮安开了口 路西也深知最近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 只能硬着头皮点头 走吧 就在她准备下半个月勒紧裤腰带 手机这时候响了起来 是医院打来的 事关路母 她立即接起电话 是我妈出了什么事吗 你妈刚才醒了 好 路西结束通话 不等她开口 石淮安便先一步说话 先去医院吧 嗯 路西点头 坐上车后解释 等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我一定会请石先生来这里吃饭的 但愿那时路小姐还记得 自然 路西挤出一抹笑容 焦急望着窗外的街景 迫切想要回到医院 看看路母到底什么情况 昏睡了两天才醒 她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担心 咱妈吉人自有天下 石淮安安抚的同时 脚下的油门也是一路精彩 平时花费一个小时的路程 这次刚四十分钟就到了医院门口 路西一从车上下来 就直奔路母病房 刚好碰到医生从里面检查出来 她拦下医生问 医生 我妈现在还好吗 危险期已经度过 目前患者病情相对已经稳定 只是还不能开口说话 需要一个缓和期 建议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谢谢 路西到谢后推开病房 看到睁开了眼的路母 激动跑过去握紧路母的手 眼眶跟着泛红 妈 你终于醒了 我都快要担心死了 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我去找医生 再回来给你看看 路母鼻孔里还插着呼吸管 她艰难的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扭头看向旁边站着的石淮安 吃力的向她伸出了手 眼神之中充满了期盼与感激 自己病成这样 儿子二媳却不在身边 最后还是女儿跟女婿在身边 她是不能说话 但心里却跟明镜一样 生了个儿子 却跟没生一样 石淮安读懂了路母眼神的意思 握住路母的手点头 妈你放心 我会陪着路西的 给你添麻烦了 路母一句话说得含糊不清 就像是从嗓子眼挤出来的一样 妈 你别说了 你好好养病 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我都会处理好的 路西明白路母的意思 母亲担心自己家层出不穷的问题 会让石淮安对自己产生偏见 从而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 只是路母不知道的是 他们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 多过感情 又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影响 最坏也就是石淮安嫌烦了 好 路母拍了拍时 淮安的手 妈 我去给你打点粥来喝 你一定饿了 路西留下时 淮安就去医院对面的饭店打粥 接到江陵打过来的电话 小夕 网上的事情我刚知道 我刚给你找了几个记者朋友 准备帮你控评 没想到 网上舆论已经到向你这边了 这么快吗 路西不可置信的打开手机 果然就看到 底下那条条评论已经倒戈 第28章 峰回路转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 这不怎么稳上 路远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 看着网上那急转日下的舆论风向后 急得在客厅来回打转 你妹妹背后有高人 我看到 她对搭上美妆博主赵莫婉这条线了 人家可是美妆界的大佬 粉丝数量跟人脉 可不是我们这些个小博主能够比较的 朋友的话 让路远百思不得其解 她不记得 路西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 在她身边的朋友 唯一家里条件好的也就江陵 可有些人脉 不是有钱就能搭上的 就算是江陵也不行 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路远不死心 这次为了舆论胜利 她发动了全部的人脉 不仅仅是输这么简单 更多的是 这场战争 会让她所有的一切 包括声誉也会下降 以后别说在路西面前指高气昂 怕是该受气的是自己了 能有什么办法 我劝你 还是别再以卵及时了 告诉你一句实话吧 我删除微博 不仅仅是因为无能为力 更重要的是 上面插手警告 你妹妹这件事情 背后的人很厉害 而且 你在这件事情上 本来就经不起深究 更别说什么优势 还是私底下协商吧 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不好说的 朋友给了两句忠告 便结束了俩人的这段通话 这番话 一直在路远耳边来回环绕 背景 她坐在沙发上 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 路西到底是哪来的背景 这时候 公司那边也打过来电话 让她现在停职一段时间 网上对她的负面影响太大 不想给公司抹黑 本来这个月 她参与公司内部评选 有很大的可能 身为副经理 就因为这事竟然被停职 这意味着 她不仅升迁无望 还很有可能 因为舆论影响 大被开除 妈的 她愤怒 将前面的椅子踹翻 发出的动静 把痘痘给吓哭 啼哭声 更让她心情十分烦躁 没好气的 冲着在厨房的老婆大吼 李可 把儿子给抱走 吵死了 你发什么神经 要不是你 把她吓得能这样 李可从厨房 着急忙慌跑出来 抱起痘痘 在她身上打了两下 用的力度 把痘痘打疼了 更是哭得生思历解 喊着要奶奶 我发什么神经 你不知道 要不是你 非要我给人打电话 在网上搞得小妹 没法做人 事情能弄成这样吗 陆远心情烦躁 一向在李可面前 低眉顺目的她 第一次发火了 李可哪里受得了 陆远这通骂 丢下痘痘 拿起沙发上的抱枕 就用力砸在陆远身上 一边砸一边骂 还不是你没用 但凡你能把陆西都说服 我至于用得着 这种办法逼她吗 你还有脸怪我 李扬推下楼的 可是我轻骂 这种情况下 我还站在你家这边 你知道 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吗 你妈又没死 我弟弟一旦坐牢 就全毁了 李可话音刚落 陆远一巴掌 将她打倒在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李可 心里有一丝动容 暴走的情绪得以控制 最后愤愤的一甩手 不可理喻 你把话说清楚 陆远 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我跟你拼了 李可冲过去 举起拳头 拼命往陆远身上砸 陆远被砸得疼了 没好气的将她推开 我现在都被公司停职了 说不定都会被辞退 到时候 咱们家全部都喝洗北风去 你就让你妈养活你跟孩子吧 话必 她重重摔门进了卧室 李可也愣了 她再傻 也不至于愚蠢到这个份上 陆远没了工作 仅凭她三四千的工资 连痘痘都养不起 更别说 他们一家子了 她拍着陆远的门 与其缓和了许多 阿远你把话说清楚 你想好办法没有 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有什么用 话刚说完 门蹭一声 被陆远从里面打开 让你妈别再做了 李扬这件事情 已经闹得人尽皆知 就算她不坐牢 也混不下去了 找个机会跟陆西道歉 让她把这些舆论撤下来 别再扩大了 事实上 自从昨天到今天 网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开始 李扬在公司 就没少被人调侃 之前网上舆论顺着她家时 那些人嘴里就没什么好话 现在舆论方向 还不是顺着他们 就更不定怎么说了 那 我去找我妈说一下 李扬有些为难 她妈的性格 她是了解的 这辈子就不肯吃亏 就怕她妈不肯来 随便你怎么办 到时候我在家失业 看你怎么养活孩子 跟还车带 陆远再也不肯说话 直接躺在床上装死 次日清晨 陆西是被推门声吵醒的 石淮安从外面拎着早餐走进来 各种豆浆油条跟煎饼放在桌上 不知道陆小姐喜欢吃什么 就按照平日咱们吃的 给你都买了点 谢谢 这些就可以了 陆西进洗手间 简单洗漱一下 回到病房 拿起石淮安买的肉包吃了起来 嚼着有点语重不同味道的肉包 她诧异地问 你这是在大学门口那家包子铺买的吧 不好吃 石淮安没风微跳 是因为下属萧峰说 这里的包子非常好吃 所以她才难得的起个大早 在那里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才买到了这些包子 这辈子 她都没排过这么长的队 好吃 我最喜欢吃他们家包子了 只是排队时间太长等不了 其实 我吃普通家的包子也可以 不用担个石先生的时间了 陆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作为女儿照顾母亲 是天经地义 但是怀安这几天 没日没夜的陪伴 其实也没必要 尤其是他们之间的身份 就更加犯不着了 陆小姐不用一直提醒 你我之间的关系 我对你并无非分之想 只是不想咱妈问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石怀安冷冰冰的口气有些不悦 直觉告诉她 她似乎再次被这个女人给嫌弃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陆西刚摆手准备解释 就接到了陆远打来的电话 第二十九章 要钱还不如要她命 陆西下意识看了眼旁边的男人 在石怀安的事一下 才接起电话 什么事 小妹 你在哪 陆远得知自己这次有求于人 语气比上一次好了不少 我当然是在医院照顾妈 难道跟你一样 妈重病 躺在病床上 态度上的变化 秀眉微微促起 陆远这时候打电话过来 十之八九跟舆论有关 原来你在医院啊 那我现在去找你 陆远装作听不懂陆西话里的意思 匆匆挂掉了电话 她说什么 石怀安问 来找我 陆西嘴角带着一抹讥笑 那就听听她怎么说 石怀安便无表情翻阅着桌上摆放的书 在经过这么多次见证她家情况后 她已经对他们家的无耻程度习以为常 没过多久 陆远就带着李可跟豆豆 以及许秀珍一起来到了医院 她手里还提着巨大的水果栏 不像儿子的行为 更像是来看亲属的亲戚朋友 她走到病床前 轻唤了一声 妈 这一声 妈 喊出了陆母所有的心酸 她别开脸不说话 妈 我带着豆豆来看你了 豆豆 快叫奶奶 李可哄着豆豆喊了声奶奶 这脆声声的稚嫩嗓音 听得陆母动容了几分 陆远看有戏 正想跟陆母说一下 关于李扬以及网上舆论的事 没等她来开口 时怀安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 便冷冷开口 大哥 有什么事情 还是去外面说 一声叮嘱妈 不能说太多话 陆远火当即蹭起 想到自己这次来的目的 又见陆希主动走出了病房 便也都跟了出去 一直跟着走到了上次她下跪的地方 就地重游 心情有种说不出来的奇妙 她搓着手掌 善笑着开口 小夕 网上的舆论你就撤了吧 大家都是一家人 闹得这么难看 对谁都不好 我记得哥当时也是站在这里 撂下狠话让我付出代价 现在要输了就来说这种话 好的坏的都让哥你做了 我这个做妹妹真就是个摆什么 陆希皮笑若不笑反问 对这个哥哥深恶痛绝 我当时就是一时之气 你别跟哥一般见识 现在我来找你 主要就是想请你在网上手下留情 你看 我这都被公司停职了 要是真丢了工作 辛苦的也是妈跟豆豆 是啊小夕 之前都是嫂子不对 咱们一家人就别闹得生分了 李可态度出奇的好 我会这么做也都是被你们逼的 但凡你们手下留情 今天也不会闹成这样 让别人看了笑话 陆希这么一说 陆远感觉到了有商量的余地 连忙跟着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小妹你怎么想 不行 陆希斩钉截铁的拒绝 这一刻陆远眼中所有的期盼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满腔木火 陆希 我都已经好言相劝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这么冷血 是不是真要把我家弄得家破人王才开心 哥你别说的这么悲壮 你是舍不得死的 陆希一句话将陆远彻底看穿 更加让他颜面无存 气急败坏的他正要破口大骂 被李可及时拦住 小妹 这件事就真的没有回旋余地了吗 陆希眉眼之间竟是冷笑 这件事不是一直以嫂子灌名的吗 该负责的也是嫂子 大哥不需要这么激动 不仅如此 我还提醒亲家阿姨一句 请你准备赔偿金额 我妈住院这段时间的钱得赔 什么 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许秀珍 听到要赔钱时 整个人激动了起来 连声音都提高了好几个分贝 对许秀珍来说 要钱还不如要他命 陆希对此早已见惯不惯 冷吃一声 我已经找好了律师 如果嫂子跟大哥 想事情继续闹大的话 我也不介意大家法庭上见 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也不介意再弄得难看一点 陆希 你就完全不在意妈的想法吗 你是嫁出去了 但妈还需要我来供养 路远拳头 我的哥哥作响 试图用陆母 对陆希做最后的施压 妈从家里带来的钱 都给你们贴补了 说是你们供养妈 倒不如说是妈供养你 我宁可自己养妈 也不敢指望你 陆希从许秀珍身边经过时 刻意停下了脚步 亲家阿姨 你别太在意 我查过了 李扬鼎多做个三年牢就出来了 死不了 陆希 你这个天杀的 许秀珍想要抓住陆希 看到前面双手插 都等在那里的施怀安 便转换战术策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哭天喊地了起来 天哪 完了 都完了 陆希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他哭得生死历劫 只是附近在场的人 大概都看到了网上的新闻 对许秀珍这撒坡式的行为 不仅无动于衷 更有少数部分人 把他的状态发到了朋友圈 看得新闻底下 读者们一个个拍手叫好 尤其是在得知陆希遭遇跟真相之后 都说陆希就该这么做 许秀珍可能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 会因为撒坡而登上热搜 成为评论底下 人人争相喊打的对象 陆希在懒得搭理他们 镜子走回到石 怀安面前 不知道石怀安刚才听到多少的他 解释道 我刚才跟我哥说的都是气话 石先生放心 未经你的允许 我是不会让我妈住进你家的 无所谓 反正房子大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只不过陆小姐说的生活费 就不止之前那个数了 石怀安道 陆希听出石怀安同意的意思 立即笑竹言开 用力点了点头 自然 我可以出三分之二 不必 既然已经说好了 作为女婿 我也应当出一份 我说过 我跟陆小姐的关系 是两人的事 丈母娘还是丈母娘 所以 没必要跟我说谢谢 陆希看着石怀安 背影 脸上的笑容越发浓烈 小夕 就在她准备进去时 身后忽然传来男人的低患声 第三十章 债主跟雇佣关系 陆希闻声回头 就见江凌晨提着水果走来 她笑着迎上去 凌晨哥你怎么来 我最近总忙着出差 回来后看到网上那些新闻 本来叫上阿凌一起过来 可阿凌忙着工作走不开 江凌晨提着一大堆礼品 跟水果走进来 跟里面的石怀安点头打了个招呼 便将水果放在桌上 微笑着跟陆母打招呼 伯母 我是江凌晨 小夕的朋友 谢谢你能来看我 陆母挣扎着 想要给江凌晨拿一个水果 却怎么都动不了 伯母 你别乱动 江凌晨眼疾手快将陆母扶下 手还不忘拖住陆母的头 陆希 医生说 咱妈需要静养 石怀安冰冷的声音忽然响起 陆希有些尴尬的扫了眼石怀安 当着客人的面这么说 跟直接下烛克令 有什么区别 只是她也不好当着江凌晨的面表现出来 笑着为师怀安说出的话晚尊 不好意思 阿凌晨哥 我老公不是那个意思 医生吩咐我妈 需要静养 是我唐突了 江凌晨跟着陆希一起走出病房 才道 抱歉 没能及时帮上你的忙 如果需要伯母 需要转院什么的你 尽管开口 转院的事情我考虑一下 主要看看医生到时候怎么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会再联系你的 转院也是为了让伯母 接受更好的治疗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江凌晨说话间 余光不着痕迹地 瞥了眼身后带拢的房门 好 陆希一直把江凌晨 送到住院部楼下 两个人又聊在楼下 聊了会有关于转院的事情 才分开 在进病房时 已经是大半个小时后 一进门 石怀安冰冷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陆小姐怎么不多在楼下待一会儿 陆希瞥了眼已经睡着的陆母 才将声音压低 道 石先生刚才过分了 石怀安双手插兜 面无表情地走到陆希身边 我只是在陈述医生说过的话 如果陆小姐觉得 我这话说的不恰当 那你大可以叫 那位江先生再上来 他看起来 似乎不是个会太计较的人 石先生你 陆希话未说完 石怀安便打断 我店里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去处理 咱妈情况也稳定了 我就先走了 话必 他重重摔门离去 吓得陆希心里一击灵 确定陆母没有被吵醒后 才气地骂了他一句 混蛋 好好的 又莫名其妙 变得阴阳怪气 两个人只是合作关系 没必要因为契约上的一条 不得给对方戴绿帽 就杜绝他跟异性 正常来往的权利吧 他坐回到病床前 才发现 陆母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醒了 说不定是刚才半嘴的时候 又或许是他关门的时候 去找他吧 陆母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 虽然没有说清 但陆希还是能明白 陆母口中的她 是指示怀安 妈你别管这些了 陆希给陆母盖好被子 并不打算真的去找 她是在乎你 才会生气 夫妻之间最忌讳 什么都别在心里不说 时间长了 会生出隔阂的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 陆希硬撑着 她跟石怀安能有什么矛盾 要说真正的关系 那就是债主 以及雇佣关系 只是陆母这么说 她也考虑石 怀安帮了自己不少 虽然她有时候 有点大少爷脾气 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大不了忍着一点 她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十点半 等到石怀安的咖啡馆时 差不多也就到了吃饭的时间 上次说好了 事情完成之后 要请石怀安吃饭 于是 她给刘老夫人 打了通电话过去 询问时 怀安咖啡馆开在哪里的具体位置 刘老夫人接到她打来的电话 非常高兴 硬是拉着她 聊了快半个小时的天才 说出了咖啡馆的位置 一个半小时后 她乘坐公交车 来到了石怀安的咖啡馆 从外面看走的是吉简峰 跟她这个人的性格 倒是比较相似 你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迎上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帅哥 脸上挂着热情开朗的笑容 跟石怀安倒是截然不同 我找人 陆希微微笑 走向正站在前台面 无表情收钱的石怀安 一句石先生正要开口 就被一名女顾客挤到旁边 女顾客拿着手机羞涩地问 老板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这种搭讪 每天时 怀安都要碰上很多 她拒绝的表情 也没有丝毫变化 问我老婆 老婆 女顾客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陆希明白是怀安的意思 适当地 将新买的手机递过去 脸上堆满笑容 我老公的 你们是加不了了 但不介意的话 可以加我的 女孩们被拒绝 而退地跑开了 你就是我怀哥的老婆啊 适阳诧异地跑过来 她跟石怀安表兄弟这么多年 就没见过她身边有女人 这次听说石怀安结婚 作为这位大表哥小迷弟的她 第一时间来这里八卦 却被自家表哥要求 在这里给她店里抹咖啡 自己每天起早贪黑 她时常不见踪影 年纪轻轻的她 都快累得只剩半条命了 谢谢你帮我老公照顾店 有时间来我家吃饭 我手艺还不错 陆希只是礼貌性地说话 可逸阳却当了真 行 过几天我就去蹭饭 到时候陆姐姐可别嫌弃我 不会 陆希等到石怀安结账完毕之后 才道 石先生 我是特地来请你去非色吃饭的 陆小姐确定请得起 石怀安连头都没有抬 却成功让陆希脸上的笑容 僵持了一秒 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当然 那走吧 石怀安叫来逸阳看店 然后拿上外套 跟车钥匙去开车 来到非色 当陆希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单后 上面的数额 让她的手情不自禁抖了一抖 她跟江陵早前来这里吃过一次 知道菜品价格贵 但没想到这么贵 第31章 这狗男人绝对是故意的 陆小姐怎么了 没事 陆希端起旁边的水喝了口 勉强吻了吻自己的心神 石怀安慢条斯理地翻开着菜单 余光撇着极力伪装的陆希 原本阴霾的心情突然好了不少 在这段时间 为了跟陆希相处 尽量不露出破绽 她特地跟人学习过平民的生活 比如坐公交车价格 跟大概日常开支之类 她看着菜单上的价格 一份简单的冰淇淋 在这里竟需要一百多块 这价钱对她而言 几乎可以用便宜到 无法入喉来形容 但从最近学的消费概念 以及陆希此刻的表情 不难猜测 这里的菜与他们而言 已经相当奢侈 龙饮草莓 她读出这个菜系 陆希额头突突跳了下来 立刻在菜单上 寻找这个龙饮草莓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就这么一份 竟然要八百 八百 她一个工作的工资 也就七千多一点 最重要的是 石淮安这还没开十点 这位先生真会挑 这是我们餐厅 最爆款的菜款之一 做工极其繁琐 而且味道极好 女服务员在旁边热情地解释 加上石淮安长相俊美 女服务员更是笑得露出八尺 是吗 还有哪几款 是你们店的爆款 石淮安问这话时 眼角不动声色地 朝着陆希那边又瞥了一眼 果然 就见她脸色又铁青了一下 这款盒饭 也是我们店的爆款 里面的生鱼片跟鱼子酱 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而且全是精挑细选的 和饭 石淮安重复了一遍服务员的话 嗨嗨 陆希听到服务员指向的和饭 激动地忍不住闷咳了两声 和饭 竟然要六千 她真心觉得 这家店是在抢钱 傻子才会点这么贵的菜 可她口中的傻子石淮安 竟然真在认真揣摩女服务员的话 似乎真打算点 瞬间让她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心几乎快跳到了嗓子眼 她不停地喝水 太缓解紧张 她觉得 自己当初高考的时候 都好像没有这么紧张过 陆小姐如果后悔 请我来这里吃饭的话 现在我们还来得及离开 石淮安突然开口 陆希表情一僵 脸上挤出一抹笔哭 还难看的笑容 怎么会石先生随意 我看石 小姐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石淮安说到这 故意拖长了后面的尾音 撇着陆希满是提心吊胆的表情 改口道 算了 我不爱吃生鱼片 说这话时 明显看到对方女人 不着痕迹的抽脂 擦了擦额头 这一幕看着 她觉得 自己心情更好了 那先生可以点这个 油炸空气 虽然称不上爆款 但吃过的人都会点第二次 先生跟女朋友 可以尝一尝 女服务员是个人精 立马推荐了一份 在这餐厅里 相对性价比高的一款菜 油炸空气 石淮安看了眼上面的价格 200 看陆希一副肉疼的模样 她也不再故意打趣它 加上这个 又点了其他几样 差不多平价的菜 最后 加上了龙鹰草莓 和两样甜点 陆希听到后面 加上的那些菜 脸上原本刚绽放的笑容 瞬间消失 当那些菜上桌的时候 更是连吃的欲望都没有了 因为刚才她计算了一下 这一桌子 七八个菜单甜品 将近花了 她大半个月工资 要是江陵的话 她顶多请江陵 搓一顿大排档 两个人甩开膀子吃 也超不过一千 陆小姐不试试 石淮安将那盘 价值八百块的龙鹰草莓 推到她面前 盘子里只躺着一颗草莓 竟然要八百 陆希自认为 自己没有这么金贵的命 便将盘子重新推回了石淮安面前 我还是吃点别的吧 她拿起冷饮吃了两口 好吃是真好吃 可贵也是真心贵 一顿饭下去 她几乎食不下咽 对面的男人却举止优雅 真正将西餐吃成了 米其林高级大餐的视觉感官 到了结账的时候 她跟石淮安走到前台 拿出手机准备付钱 你好 一共三百四 三百四 陆希诧异了 她扭头望向自己吃的那一桌 不确定的诱问 你确定是我们那桌 是的 今天是我们西餐厅满 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全场一律二折 两样甜品都是赠送的 服务员面带笑容的回答 这要求 陆希在女服务员的提醒下 才将手机付款码递过去 从西餐厅出来 觉得自己今天 真算是踩到了狗屎运 这种在电视里出现的情节都能遇上 害得她坐在那里 什么也吃不下 不少菜都浪费了 却没听到 在她离开后 收银员就在后面议论 夸她有福气 老公长得那么帅 竟然还那么有钱 刚才石淮安 趁着她上洗手间 趁机把单提钱买了 掏出的信用卡 竟然是黑金吧 全球富豪不超过十位有 吓得大唐经理亲自来接待 石淮安把车开到了西餐厅门口 等陆希走了过来 便问 陆小姐现在去公司还是哪里 我去 陆希刚要说 自己去公司 这段时间被公司暂停工作 刚才总监林安琪发微信过来 让她过去一趟公司 电话里面 没有直接说明是什么事情 但口气不是太恶劣 或许也算不上什么坏事 这时候 手机铃声事实响起 看号码 竟然是许秀珍打过来的 约她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见面上 主动约自己见面 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 便中途改口 我去医院 上车 石淮安都这么说了 陆希也不客气 说了句谢谢便上车 这里离公交车相差几里地路程 中间得费不少时间 差不多四十分钟 车子停在了医院门口 我先过去了 石先生慢点开 陆希下车前 客气地叮嘱了一句 才朝着等在外面的许秀珍走近 温和的语气 在面对许秀珍时 陡然变冷 李扬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 不知道亲家阿姨 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知道 许秀珍没好气地应了一声 将一张银行卡 生气地塞到陆希手中 这里一共是十万块 就当是赔你妈的医药费 跟住院费那些七七八八 第三十二章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十万 陆希看着手里的银行卡 要不是亲眼所见 很难想象 平日一毛不拔的许秀珍 竟然会主动送钱来 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还以为这件事情 许秀珍要拖很久 许秀珍一听她这么说 以为她是闲手 马上急了 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当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就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需要出多少钱 这不是我决定的 如果十万足够我 自然不会再找你 但如果不够 你就算花了十万 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十万还不够是吗 你这不是要赔钱 这是要吃人啊 徐秀珍立刻大声囊囊了起来 引来周围几个人的视线 陆希早已见惯了 徐秀珍这撒泊打滚的模样 她表情平静地 将银行卡收回 我说的只是事实 并不存在讹诈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 那咱们 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反正咱们两家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也不存在什么亲戚关系了 好你个陆希 徐秀珍怒指着她 气得咬牙切齿 总算是被你带着我小辫子 所以你就可禁地折腾我是吧 亲家阿姨 你要是非这么说的话 到时候把我惹恼了 我可能会更加过分 陆希似笑非笑地 推开许秀珍的手 眼中并无半点笑意 怎么着 你还想要二十 三十万不成 许秀珍嗓门加大 这可说不准 陆希脸上 始终保持着得体的微笑 可这种笑容 却把许秀珍气得火冒三丈 她刚想对着陆希破口大骂 突然想到 昨晚冲进她家的 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硬生生忍下了心中的怒火 却不甘心被陆希 这样一个晚辈压着 故意用大嗓门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无底气 你少在这唬我 反正我钱也给了 是再也没钱给你了 要是你非要钱 那你就直接一刀把我砍了 未尝不可 陆希看着手里的卡 问 我很好奇 是什么 促使你主动来给我还钱呢 许秀珍本来还想 再说两句咒骂的话 被陆希这么一问 反而没了底气 气愤道 你管我 丢下这么一句 便骑着自行车离开 陆希望着许秀珍的背影 更加好奇 是什么促使许秀珍主动送钱来 人都走了 陆小姐还在看什么 石淮安的声音突然响起 她才注意到 已经走到身边的男人 有些错 石先生 你不是走了吗 我都已经到了医院 没理由不再进去看一下丈母娘 走吧 石淮安 凝望着许秀珍消失的方向 抽空给易扬发过去一条微信 内容如下 许秀珍已经还钱 不用再让人盯着 发完之后 才继续神态自诺地往医院里面走 石先生 陆希跟上她脚步 还没走近 就见原本在病房照顾祕母的护士 正在前台给人打电话号码 护士看到 她已经来了 挂掉还未打通的电话 神色慌张地朝她跑过来 陆小姐 你妈刚才突然病情恶化 再次颅内出血 又被送进手术室抢救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 陆希听后 表情瞬间煞白 果断朝着手术室奔去 再次看到手术室台上亮起的红灯 眼眶一下子变得湿润 怎么办 她坐在长椅上一言不发 嘴里反复呢喃着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石淮安走到她身边 伸出手 想要拍拍她肩膀 以示安慰 手抬了起来 却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长这么大都没劝过人 这还是第一次安慰人 她嘴唇如动了半天 最后递过去一块手帕 别担心 陆希说了声谢谢 便接过手帕 她知道自己哭显得挺没出息 但是一想到陆母 很可能阴阳两隔 心中便浓浓地不舍与自责 自从发生这件事情后 她不止一次后悔 如果当时自己多留一点时间 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 如果自己对他们 早是这种恶劣态度 他们也一定不敢欺负她骂 可尽管现在 她再怎么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手术室的红灯也依旧亮着 等待的时间 无疑是最漫长的 她在等待中煎熬着每分每秒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陆远才带着李可跟豆豆姗姗来迟 看到这对夫妻 她就无法忘记 身为儿子的陆远 妈怎么又进来手术室 陆远你就是这么照顾妈的 一整天到晚 是不是就想着怎么对付我们了 陆远今天上班炒股 被林总监抓到骂了一顿 还因为网上的事情 被同事们嘲笑 说她是个没良心的 管不住老婆 竟然在网上撒下那么大的谎 自己都妈在医院都不管 让她连在公司吃个饭都被排挤 一切都是因为陆远这个始作俑者 却从来没想过 这一切都是她自己就由自取 你 陆远还没说完 就被石怀安一把拽到了身后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陆远 要是真对付你们 今天你们就不会站在这了 说这种大话 这是要吓死谁呢 我说陆西最近的胆子 怎么越来越大了 原来是有妹夫你撑腰呢 李可刚被辞退 又从许秀珍嘴里得知 给了陆西十万 没好气道 我知道我妈给了你十万 你那些钱必须给我们管 你嫂子说的没错 十万块不是小钱 谁知道你会不会私吞 我作为家里的儿子 现在要求你 立刻把十万块钱拿出来 陆远现在一听到钱就两眼放光 要不然她才懒得来医院 每来一次都要被护士们翻一次大白眼 她又不是找罪手 要钱 陆西在陆远的注视下 从身上拿出还没五热的银行卡 在撇到李可那双瞬间放亮的眼睛时 做梦 陆远看着陆西走收回去的银行卡 瞬间气红了脸 火冒三丈的向她冲了过来 第三十三张 别碰我的女人 石淮安立即上前 先一步 钳制住陆远伸来的手 阴谋之中犯着破人的寒意 最好别碰我的女人 陆远被石淮安那双犯着杀意的目光 盯得有点背脊发凉 不由得联想到 那天被石淮安打的事情 时隔了好一段时间 至今回想起来 还是会觉得疼 但是被这么赤果果的威胁 让她自觉颜面尽失 不服气地梗直了脖子 怎么 你小子还想打死我不成 好啊 有本事 你就打死我 说完 她指着自己右脸 伸到石淮安面前 嚣张的大吼 朝这里打 今天不打死我 你就算是我孙子 吵什么 这里是医院 要打架到外面打去 护士从手术室走出来 打断了他们剑拔弩张的硝烟 紧接着 躺在病床上的陆母 也被从手术室里面推出来 陆西顾不上他们 第一时间迎上去 看着躺在手术床上 一动不动的陆母 急迫地问医生 医生 我妈现在还好吗 已经都基本上稳定了 医生回答 上次你们也这么说 我现在很怀疑 你们这个医院 是不是技术不行 才导致 我妈二次手术的 陆远将在石淮安身上 受到的气 都发泄到医生身上 医生皱了皱眉 但还是冷静对待 我很明白 你们家属的心情 但患者颅内再次出血 并非是我们医生 能够左右的 胡说八道 还不是你们 上次做手术 没清理干净 陆远在这里 跟医生争执起来 行了 别闹了 陆西试图去拉陆远的手 却被陆远一把甩开 陆西你这个人 胳膊肘子 怎么老是往外拐 妈无缘无故 第二次手术 你都不问个明白 谁知道 就要反驳回去 考虑到这里还是医院 应声声忍了下来 别说我没这么多钱出 就算有我也不想便宜你 因为你的无耻 不值得我为你 垫付那么多钱 你放心 到时候医院账单明细出来 我会一样样都寄给你 如果你到时候想抵赖 那咱们就法院见 说吧 他跟上护士的脚步 一起回到病房 也不管李可跟陆远 在后面骂什么 他不明白 陆远跟李可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所作所为 这么粗俗卑劣 可见 人品跟学历无关 他重新回到医院照顾陆母 按照医生刚才的话 陆母这次 虽然情况有点危机 但好在及时救治 已经脱离了危险 屋子里静了下来 跟石淮安两个人 如此相处在同一个空间 让他有种致命的窒息感 急促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便主动打开话题 不好意思石先生 总是让你 插到我家里这点事情上来 所以 石淮安目光淡漠地看向他 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情绪 陆西本来只是单纯的愧疚 被石淮安反问的 反而有点窘迫 他思索再三 犹豫着开口问 不然 再请石先生吃顿饭 未尝不可 好 陆西心里咯噔一下 想到石淮安 在吃这一方面的挑剔程度 一考虑到 他极有可能再次去飞色 心脏便狠狠颤了一下 每个人不是每次 都有这么好运气 能碰到别人打折 飞色那里的消费 实在不是 他能时常去得起的地方 我现在还要去店里 就先走了 陆小姐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 陆西将石淮安送到电梯门口 一直到时 淮安乘坐的电梯数字到达底部 才重新回到病房 百无聊赖的他 拿出包里的小物件 编起了手工小手势 脑中不由的想到石 淮安那只修长骨节分明的手 想着想着 就套用钢化的图纸 专心制制的编织起了 男士的黑绳手链 原本上面的装饰 用普通小珠子就可代替 但是因为第一次 给石淮安送东西 不能太过寒酸 便拿出上个月 跟江林在佛寺求的小佛珠 说是开过光能挡灾 也不知道行不行 本来是想送给陆母的 但是最近时 淮安帮了他不少 钱他是给不了了 只能用这不贵的小物件 表示谢意 一直到窗外夜色降临 一条编织精致的手链 终于编织好 还专门用小刀 在佛珠上面 雕刻了一个鞍字 寓意 石淮安 给你买了饭 石淮安的声音 伴随着推门声响起 他蹭一下从椅子上站起 条件反射般 将手串藏在身后 有事 他微微皱眉 对女人背着他的行为 略微不满 有 露西扫了眼石淮安的穿着 最后视线落在他脸上 藏在背后的手链 再掌心反复揉捏了一下 在石淮安注视下 他还是将手链递了过去 这是我今天抽空给石先生做的 最近麻烦石先生太多 也没什么好送的 全当一点小心翼 也不值什么钱 送给我 石淮安眉峰微条 长这么大 他从未收过女孩的任何礼物 更别说如此廉价的礼物 撇到露西食指上被划伤的小血痕 他眉头皱得更紧了 露西原以为他皱起的眉 是因为对手串不满 如果石先生不喜欢就算了 他正要收回 手串被石淮安先一步接了过来 收下也无妨 露西悬起的心一下落了地 露出真挚灿烂的笑容 石先生手很好看 戴上一定也好看 只是手好看 石淮安偏头看他 他从小到大在赞美声中长大 听到的词大多夸他在做生意 以及相貌 夸他手好看的 露西还是第一个 露西马上明白过来石淮安的意思 毫不吝啬地又夸赞道 石先生模样也是非常好的 这点毋庸置疑 石淮安听完 皱起的眉头完全舒展 扫视着露西的余光 也少了几分冷意 如今露小姐在咱妈身上花费了不少 所以 关于露小姐五年之内 必须还清欠我钱的事情 未必一定要在五年之内 第34章 不还钱不可能 真的吗 露西脸上一喜 当然 只不过露小姐超过五年之后 需要偿还的利息 按照年利率10%来偿还 石淮安此话一出 露西刚绽放的笑容 还没来得及收敛 便僵住 他尴尬地扯了扯嘴角 石先生说的 可真是个好办法 年利率10% 虽然高于银行利息 但低于网贷 更不比那些所谓的高利贷 这么一算 露小姐也并不吃亏 石淮安说这话的同时 余光不着痕迹地扫射在露西那张 清白交加的脸上 心情又莫名大好 石先生确实说的合情合理 不过 我还是觉得五年内还清债务比较好 露西甘笑两声 这利息等同于多偿还好几万 他突然觉得 自己真是太傻太天真 才会被这个男人给忽悠的 真以为会让自己五年之后再还钱 那就看露小姐是否有那个能力了 不过露小姐最好考虑清楚 我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说话的 石淮安将手串放入裤兜 把提着的饭盒放在桌上 露小姐趁热吃吧 谢谢 我把钱转给你 不用 要的 露西二话不说 从微信上给石淮安转过去30块 这男人狡猾又陌生 自己只有付了钱 她看着微信上的转账 眼角瞥向旁边的吃饭女人 看着她完美的侧脸 突然有点捉摸不透她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露西一言一行 都似乎针对她身份一无所知 难道自己真的过于谨慎了 这个想法一在她脑海中生出 她便立即不再去看她 有些人相处十多年都不理解 何况他们 这才不到一个月的接触 石先生能不能帮我照看一下我妈 我要去一趟我大哥家 帮我妈收拾一下换洗的衣物 露西见识淮安没回声 她又试探性的喊了一声 石先生 什么 石淮安这才惊觉 自己竟然晃神了 我要去一趟我大哥家 想请你留下来照看我下我妈 我很快就回来 不知道方便吗 露西望着她 想着留下一个人来找看 总是好的 咱妈现在行不了 我陪你一块去 石淮安说 爸便拿上车钥匙走到门口 无声地站在原地等她出来 那好吧 露西看这情况 石淮安也不会离开 只好跟她一起来到陆远家 她站在陆远家门口 伸出了手 还没摁下门铃 就听到了里面传出豆豆哭的声音 闻声 她嗅眉微醋 手中摁门铃的声音 也持续加快 来了来了 谁啊 李可一只手抱着豆豆 一只手跑过来来开门 再见到是露西两个人后 本就不耐烦的脸 舒然冷了下来 你来干什么 我来给妈拿换洗的衣服 露西看到哭成鼻涕横生的豆豆 习惯性地从身上摸出一根棒棒糖递过去 豆豆不哭 姑姑给你吃糖 谢谢姑姑 豆豆乃声乃气地双手去接 刚接到手里 就被李可没好气地丢在垃圾桶 牙都都没涨气吃什么糖 真是装模作样 有着假人假意 为什么不直接给钱 石淮安眉头一皱 她就知道 露西来这里少不得受气 也当真是不知道 路远做子女 竟然真的这么六亲不认 满口都是要钱的事块嘴脸 自然对李可也没什么好脸色 嫂子 露西一开口 李可就没好气到 你可别叫我这声嫂子 我真是担待不起 要不是你 让我弟弟的事情闹大 她不可能坐牢 我也不可能丢了工作 你还好意思要我妈那十万块 露西懒得跟李可胡搅蛮缠 只是不满 李可这么大的嗓门 将豆豆给吓哭了 便道 嫂子还是小声点 我说话就这样 你听不惯别听 李可吼的嗓音更大了 把豆豆吓哭后 更是大声呵斥 熊孩子 别哭了 再哭我打死你 露西看了眼脸色阴沉的石淮安 也不想跟李可多加交流 说到底 这跟她也没什么关系 她任由李可在后面指桑骂槐 镜子走进屋子 余光下意识 瞥了眼主卧方向 从敞开的门中 看到路远坐在电脑面前忙着什么 对他们这边 也全当没听见 他们这对兄妹 但现在也算是彻底貌合神离了 她也视若无睹般 走向露母房间 开始打开柜子 动作迅速地将换洗衣服 塞进准备好的大包里 李可跟在她背后 骂得口干舌燥 见她跟个哑巴一样不还嘴 又被豆豆哭得心烦 憋着一肚子火的她 放下豆豆 将衣柜里其他一些衣服 从胡乱卷了卷 从屋子里面丢了出去 这一行为 让石淮安一直克制的怒火 更加疼气 你干什么 路西气恼地跑过去 跟石淮安一起捡起 散落一地的衣服 李可双手交叉抱胸 居高临下望着他们夫妻忙碌的模样 内心才终于有了一种抱负的快感 她嘴角扬起得意的笑 你不是要衣服吗 我当然是帮你收拾 现在你们赶紧捡 捡好了赶紧走 最好别再回来了 路西愤然丢下手中 整理到一半的衣服 冷着脸站在李可面前 怎么 大嫂这是打算彻底把我妈赶出去 不赡养了是吗 路西一米七的身高 足足比李可高出大半个头 身高上形成的压迫力 加上一旁站着的石淮安 让李可有些底气不足 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脸上却硬挺着 当然 那是你们的妈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养不养 我妈不打紧 但你说这话的时候 作为人多少得讲点良心 你这房子 还是我妈父的首付 路西没忍住 谁让你妈父的 我有求他们吗 别在这给我道德绑架 你们家的人都一个样 就爱自以为是的 多管闲事 李可冷哼 既然你说 我妈跟你没关系 那好 路西推开李可 豁然冲进了路远房间 直接拔掉了她电脑的电源 第35章 你竟然连妈都不想养 路西 你干什么 路远手忙脚乱地将电源插上 重新点开刚才看到的股市走向 做完这一切之后 才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 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谁让你把我插头的 说话注意分寸 他妈跟你妈是同一个 石怀安手轻轻搭在路西背后 给予她无声的力量 还让我注意分寸 你们在医院找事也就算了 他妈的还找到我家里来 路远怒目远征 凶神恶煞的模样 从来不曾对外人袒露过 用路西的话来说 就是典型的窝里横 我本来只是想拿了妈的衣服就走 但你老婆欺人太甚 那我现在就趁着你在家 咱们把账好好算一算 从包里掏出一张路母的账目总清单 递到路远面前 清单上面赫然写着 已经花销大账目 总计一共六万七 巨大的数额 一下让路远变了脸 不自然地缓和了几分脸色 你什么意思 之前我没到医院的时候 哥你出了一万多 可以直到现在 也就出了那一万多 其余的 都是我借网贷贴的钱 哥你是不是也得给我算一把 路西说的义正言辞 路西你不是已经找我妈要了十万 李可听到这 抱着痘痘 从外面激动地挤了进来 嫂子刚才你说这是我家的事 我老公不插手进来 你一个外人也不方便插手进来吧 路西一句话堵得李可哑口无言 她重新将视线落在路远身上 继续道 哥你现在可以不出这笔钱 但我会将我补贴的钱 从亲家阿姨那十万当中 拿出来一部分 你 路远无言以对 路西又道 刚才嫂子跟我说 养妈跟她没关系 说房子的首付是爸妈乐意付的 据我所知 两年前爸妈买这房 掏出了三十几万 卖了家里的老房子才凑到的钱 你们既然要跟爸妈划清界限 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三十万的首付还回来 其他的咱们再算 谁说不养妈的 路远怒瞪了一眼李可 先不说这房子还能不能保得住 她要是不养妈这种话传出去 每个人的闲言碎语都足够将她淹没 现在的网报这么严重 一旦被人肉出来 她到时候工作也不好找 将来一切走向如何都是未知 嫂子 路西喊了一声 偏头望向自知里亏不说话的李可 似笑非笑道 嫂子 这话是你刚才说的没错吧 没错是我说的 李可耿着脖子 在这个家说一不二惯了 哪里容许路西在这里挑衅 听到了吧 哥 哇 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大家相处快乐最好 不高兴的人凑合在一起 也不过两看生厌 划清界限对谁都好 你们夫妻考虑清楚 商量好之后 随时可以打我电话 路西说完 主动挽起石淮安哥伯 老公 咱们走吧 好 石淮安贴了眼路远买的几只骨 然后面无表情的跟路西收拾好路母的衣服离开 走出门后 他说 路西停下来看向他 才明白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石先生刚才竟然还有闲心看那个 只是无意中瞥了一眼 最近你割那几只股的走势不好 其中 原阳集团的股票风险最大 内部资金早已出现危机 趁早让你割撤 石先生怎么会知道人家的内部消息 有这个能力看出来 那我上次问你 华盛财发集团的股票 你这么不说 路西依稀记得 当时是淮安好像还有点不高兴 提到华盛 石淮安眉头微不可查的皱了皱 我不是专业的 石先生还不如不说 路小姐 石淮安脸一黑 路西跟上时淮安的脚步上车 解释 我并非责怪石先生 只是我跟我跟我关系 他是不会信我说的话 而且股票这种走向着实不好说 就算是我也会忍不住 怀疑石先生的话 石淮安回头冷冷看他 突然被气笑了 自己从13岁开始炒股 在商界小小年纪就被称为股王 还从来没有失守过 更在商界被称为神一样的存在 多少人求着他开尊口 这个女人竟然还敢瞧不起他 路西被男人那种阴沉的眼神 盯得背脊发凉 疑惑地促紧了秀眉 石先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石淮安定定看着他几秒 一口气梗在喉咙不上不下 要是让江学 那些人知道 有人怀疑他炒股的能力 一定会被笑死 他转回头 深吸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 现在的他只是平民 一般人炒股能力 大多比较一般 极少有什么天赋异禀的股神 最后 他道 路小姐说的没错 我也只是猜的 炒股可不能靠猜 路西笑笑没太当一回事 完全不知道 自己刚才拒绝了一个股王的劝告 回到医院之后 路西照就在医院留宿照顾 第二天 他一边坐在椅子上吃包子 一边刷着股票信息 想着吃完就去上班 手机竟跳出一条消息 关于原阳集团内部出现问题 导致市场股票狂跌的消息 看到这 他诧异的连包子都忘记吞下去 没想到 还真被石淮安给说中了 刚看到一半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猛然抬头 就看到路远气势汹汹地走进来 第三十六章 真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路西诧异地放下吃到一半的包子 自从路母住院到现在 路远加起来的次数 还没有一只手 想到昨晚闹得不愉快 他警惕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 我问你 这单子上的钱都是怎么算的 妈不是早就醒了 为什么当时还连着住了两天 才两天 竟然就花了一万二 路远将那些收据跟清单 举到路西面前 昨晚在家 在看到这些具体的收费收据之后 气得火冒三丈 这一万二 都快赶上他一个月工资了 就这么两天 就没了 路西原先还以为路远来这是看妈 没想到 竟然是为了这种小事 他笑眉微醋 妈醒了没错 但医生说妈情况不好 需要再继续住一晚 医生说的就全对吗 我说这钱怎么跟流水一样 你自己乐意花这冤往前 就算了 别把我给折进去 我这也是为妈好 路西气得面红耳赤 真不知道 路远怎么能说出这种丧良心的话 说的好像他很乐意妈住院一样 行 叫你为妈好 我今天来就是跟你算账的 像有些不该花的钱 我昨晚都跟你嫂子标记出来了 就说这种住一天就完全足够了 你让住了两天 多出来的一天钱你自己出 不在我们计算的花费之内 什么 路西不可置信地放大瞳孔 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路远却丝毫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继续道 另外 这里有些药物 我找朋友看过了 没必要用这么好的 妈这一把老骨头 也销售不了 这些药物都是你自作主张用的 我只出三分之一 其余的你自己付 路西被气笑了 这样算下来 你说的六万七我只需要出两万三 减去我一开始支付的一万五 我现在只需要出八千 来的时候我已经问过朋友了 妈这情况再住个把礼拜就可以了 普通正常消费再有个两三万就足够了 我丈母娘给你赔了十万 起码多了五万 你把多余的钱还给我 路远对自己算得的结果 沾沾自喜 这样就能多得五万 她请假一上午来这算是来对了 你这么算是只按照你丈母娘出的钱计算 那我的钱就多于出 路西握着收据的手意志不住的颤抖 那就是不该花的钱 凭什么让别人来买单 我算五万已经不错了 按理说妈这个病花四万就差不多能治了 一天到晚躺在医院不得花钱啊 路远声音太大 引来周围的注意 也将里面的路母吵醒 路西注意到路母的清醒 不想让妈因为这个失望的儿子而难过 不着痕迹地将门关上 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你是不是有病 有病就去前面精神科看 我花钱还不是为了妈能够休养好 再讲那五万 别说多不了 就算有五万我又凭什么给你 妈不得我来家助让你嫂子照顾 给五万怎么了 路远说的理直气壮 说来说去 原来是为了这五万 听你这口气 是不打算还那首富了对吗 路西粉泉赞紧 指甲深深嵌入到掌心之中泛白 也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我凭什么给 给我了就是我的 就算要也轮不到你 真当自己是个什么动线 路西本来还想提醒一下路远 把手里买的那几只骨 现在抛出去还不至于太亏 但现在他一个字都懒的说 直接走进病房将房门摔上 还特地把将病房门反锁 那砰一声将路远隔绝在外 差点撞他一鼻子 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火冒三丈的敲打着房门 路西你把门给我打开 为了今天这事 他特地跟公司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就这么走的话 全情跟工资都损失了 说什么 他都要把这五万块钱拿到手 路西被贴在门上 冲着外面低骂 路远你但凡还有点良心就赶紧走 小夕 路母艰难地向他伸出手 哪怕刚才路西将门关上 路远的声音太大 他也听得一清二楚 他眼眶泛红 身上的伤远没有心口的伤来的痛 路西走过去握住路母的手 柔声安慰 妈 你不用担心 我都会处理好的 他想说 无论多少钱都会将路母治好 但现在再提前 显然已经很不合时宜 路西 你要是不好好 把这张跟我算清楚 今天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路远在外面的喊声再次响起 骂骂咧咧的声音 引来周围人的注意 他虽然觉得有伤面子 但为了钱 也只能硬着头皮 当做没看到 路西听着这些话 眼神冰冷地转头看他 气得咬牙切齿 身为感到有这样的哥哥耻辱 小夕 给他吧 路母哽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默然转头 错愕的眼神 在看到路母含泪别开脸的时 询问地画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最后 阴唇中吐出一个字 好 告诉他 以后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进他家门 他也不必再来看我 路母说这话时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路远这个儿子 从小到大 他心里都是清楚的 只不过 没想到变得越来越恶劣 有这样的儿子 倒不如没有 妈 路西动容地轻唤一声 到底是自己儿子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小心你不用再劝我 这段时间 我也算是 把他们彻底看透了 去吧 照我的原话告诉他 路母冲他白白手 痛苦地转过身子 不去看 路西打开门出来 喊了一声 站在窗口的路远 妈的话 你刚才应该都听到了 以后你不必再在妈身上花钱 也不用再来看他了 至于那五万块 我现在身上没那么 过两天 我会一分不少地给你 路远沉思了零秒 身头往病房里面的 路母只看了一眼 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行 我谅你 也不敢不给我钱 他沾沾自喜地走了 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爽快 是他压根不相信 农村出来的母亲 真会不要自己 农村传统的思想 儿子就是顶梁柱 没了儿子 就没人送终 等过了这阵子 再嘴甜一点 多喊几声妈就好了 路远望着路远 头也不回的背影 紧咬着下唇 想要破口大骂的话 硬生生忍了下来 像路远这样 无耻又没良心的人 说再多 也不过是浪费口舌 他重新折返回病房 握紧了母亲的手 妈 我现在先去上班了 你放心 将来我会给你养老送终的 好 路母红着眼眶 目送路远离开 心里已经决定 等自己这伤好了 就回去 跟老头子种田 路远有一句话说得对 他们一开始就不该来这 第37章 被灌酒 路远赛到公司参加早会的时候 已经迟到了10分钟 她猫着腰缸 在椅子上准备坐下 就被代理总监林安琪点名 路远 你今天又迟到了 我希望 这是你这个月最后一次 公司因为你的事情 已经被广泛关注 别再把你家里的私事 掺和到公司来了 好 路远在同事们戏谑的笑声下 尴尬的坐回椅子 江林在旁边拉着她的手 小声说 这些人就是装模作样 你别管她 因为你的事情 连带着咱们公司那几天的营业额 都提升两倍 林桂花背地里嘴都乐歪了 指不定就要把代理两个字拿掉了 要不然 还能不把你给开除了 我猜到了 你别老管林安琪叫林桂花 小心她 给你穿小鞋 她本来就叫林桂花 真以为自己改成安琪 身份正上 就真是安琪了 江林一脸的不以为然 两个人在底下窃窃私语 例会结束后 路西被林安琪通知 让她下午去见一位重要客户 敲定她负责项目签约的合同事宜 到了下午出发的时候 才发现 跟她一起去的合作同伴 竟然是许璐 隐隐的 她心中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吴总 两人等在酒店大厅 许璐一看到迎面走来的中年胖男人 和她的助理 立即主动上前握手 介绍道 这位就是我合作的同事 路西 吴总主动握住路西的手 目光上下在路西身上扫尸 小眼睛笑眯成一条缝 路西小姐最近在网上可火得很纳 今天有幸见到本人 才发现 路小姐不大上相 本人比网上那些照片好看多了 过假 路西准备收手 却因为被吴总握得太紧 一时没能抽回 她不自然地笑了笑 用力一抽 才将手挣脱开来 心中对这位吴总 顿生出一股恶性感 许璐看着吴总色 咪咪落在路西身上的目光 嘴角扬起一抹幸灾乐祸的笑 她从包里拿出合同放在桌上 吴总 我们还是商议一下 这次合作是一把 合作的事情不着急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边吃饭边聊 当然可以 许璐一口答应下来 还抛给路西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示意她别坏事 路西秀眉微醋 对许璐已然十分不满 可爱于这次自己设计的作品 能否顺利展卖 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不祥的感觉 却越来越强烈 一行四人坐在包厢 饭菜已经上桌 路西趁着许璐跟吴总敬酒的机会 给石淮安快速发去一条微信 石先生 能不能来酒店接我一下 接着 又发出了这里的定位 看着发出去的微信 他悬着的心才勉强松了下来 不让石淮安来的话 他担心自己今晚走不掉 路小姐 吃饭的时候玩什么手机啊 我敬你一杯 吴总绿亲自给路西酒杯里 倒了满满一杯酒 对不起吴总 我不大会喝 路西礼貌拒绝 路西你也太不懂事了 吴总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给你敬酒是给你面子 你还不把酒赶紧喝了 许璐笑着提醒 酒却已经塞进路西手里 路西眼看拒绝不过 也只好勉强接下 吴总刚才是我不懂事 请你别跟我计较 说完 他仰头一饮而尽 辛辣的味道 呛得他忍不住咳嗽 路小姐看起来 确实是不会喝啊 不过没事 喝着喝着就会了 女孩子在外 怎么能没点酒量 吴哥今天就给你好好的练练酒量 吴总不由分说 就给路西又倒了一杯 路西如果说 之前只是对这位吴总不满 那现在已经非常厌恶 他笑着委婉拒绝 吴总 咱们还是先把之前说好的合同签了吧 路西 你是不是太扫兴了 这才刚开始就提合同 许路扬装斥责 却在路西没有察觉下 与吴总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对啊 路小姐 我刚才才说你懂事 怎么这会儿就变了吗 吴总跟许路一唱一和 再加上助理在旁边煽风点火 合同更是犹如烫手山芋 催促着他要妥协 他只能一咬牙 端起酒再次喝了下去 可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没在酒桌上应酬过的他 被劝着几圈酒过后 不胜酒力的他 很快就头昏脑胀 四肢乏力 感觉到为力作呕的那一刻 他立即捂着嘴 抱歉 我去趟洗手间 一进洗手间 就趴在盥洗盆中狂吐了起来 一直到吐完 才撑着贪软的身体 走出洗手间 再看一眼手机 石淮安的微信仍旧没有回 他无力的长叹口气 果然 是自己不该奢求太多 人家也是要工作的 怎么可能放下自己的事情来帮自己 没办法 只能给江玲又打了一通电话 那头却无人接听 处处不顺的他 手扶着墙 一路踉跌着回到包厢 却发现 里面只剩下吴总一个人 看到这 他瞬间清醒大半 陆小姐 你回来了 吴总一看到他 便热切的上前搀扶 大手趁机 在他腰上摸了一把 柔软弹性的触感 让他心圆一马 吴总请自重 陆西反应敏锐的后退 又道 抱歉 既然我同事已经走了 那我也先回去了 陆小姐别走啊 咱们合同还没签呢 吴总张开双手 将他抱在怀里 你放开我 陆西被吓得脸色苍白 他极力地挣扎 陆小姐 其实第一次 见到陆小姐照片的时候 便爱上了 我之所以愿意 跟你们公司 千几千万的项目 就是因为陆小姐 只要你今晚跟了我 合同什么都好说 吴总双眼通红 情绪激动地 将他摁在墙上 撕拉一声 扯开了肩膀的大片衣服 他血白的肌肤 瞬间刺激的 吴总热血喷张 干什么 一道利贺声响起 江凌晨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拳将吴总打倒在地 看到狼狈的陆西 立即将外套 披在他身上 没事吧 没事 陆西惊魂未定地摇了摇头 托管闲事 真他妈找死 吴总莫名其妙 被人给打了 举起旁边的椅子 朝着江凌晨就 砸了过来 干什么 江凌晨的助理 及时冲进来 拿起桌上的酒瓶 就狠狠砸在了吴总头上 我现在送你回去 江凌晨扶起陆西 没事 能自己打车回去 陆西从江凌晨怀里挣脱 刚走两步 身体便亮呛着往下倒 江凌晨眼疾手快地将他扶住 别逞强了 我车就在外面 他根本不敢想象 要不是自己跟人谈生意 经过他们门口看到 都不知道陆西后面会发生什么 俩人刚乘坐电梯下来 就跟从外面急步走来的时 淮安碰个正着 第38章 最久 石淮安 陆西睁着那双 略有些迷离的眼神 推开身边的江凌晨 亮呛着朝他走过去 还没走两步 身体就再次往下跌 小心 石淮安低呼的同时 江凌晨也伸手过来 二人同时将他扶住 他肩上披着的衣服 随之滑落 露出大片肌肤 石淮安脸色瞬间铁青 拦住他腰的同时 一把揪住江凌晨衣里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如果石先生不相信 大可调酒店的监控出来看 反倒是我很好奇石先生在忙什么 竟然能让自己的妻子 工作应酬这么晚不管 未免也太失职了 江凌晨推开石淮安的手 方才的冰冷 在对待露西石化为了温柔 我先回去了 谢谢凌晨哥 露西醉醺醺醺的冲江凌晨挥挥手 大半的身体都靠在石淮安身上 等等 石淮安将露西身上披着的外套 丢到江凌晨身上 然后面无表情地抱着他 坐上副驾驶 就在半个小时前 他才看到露西发的那条微信 以前 他对那些老总开游女下属的事情从不在意 但今天看到露西这副模样 突然有种想拧端那人脖子的冲动 他腾出一只手 拨通了一扬电话 查一下露西今晚跟谁应酬 查到后告诉我结果 挂断电话 他看了眼靠在一座上昏昏欲睡的露西 脚下的油门紧踩 以最快的速度将他带回了家 冷冷将他放在沙发上 我难受 想喝水 露西在他准备转身走开时 抱住他手臂不肯撒手 石淮安俊脸上凝着一层寒霜 松开 我去给你倒 我要喝水 露西像听不到一样 摇晃着他手臂 不但没有松开 反而抱得更紧 石淮安试了好几次 都没能拿掉女人的手后 眉头跟着皱紧 露小姐不把手拿走 我要怎么帮你倒水 哦 好 露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 静真就松开了手 石淮安走到厨房烧热水 听着水壶里哗哗的声音 正打算把烧开的水倒出来 听到客厅传来呕吐的声音 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画面 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放下水壶便冲了出去 别吐 露西两边腮帮子鼓鼓的 几乎要吐出来时 被石淮安突然的一声大吼 吓得往嘴里一吞 生生将要吐的东西 给咽了回去 面对瞬间石化的男人 他丝毫不知道 自己做了多么下头的行为 用力擦了一下嘴 对他咧嘴一笑 我没吐 你 石淮安拥有严重洁癖 看着这恶心的一幕 自己差点做呕吐了出来 石先生别这么紧张 我没醉 你看我还能学摩特走秀呢 露西跌跌撞撞爬起来 只是天昏地转的感觉 根本让他无法辨认方向 平日极为简单的路 此时却走得歪歪扭扭 小心 石淮安一个箭步 将险些又要摔倒的他 及时拖住 却被他突如其来的身体压倒 两个人狼狈地倒在地上 彼此唇半无意中 紧紧触碰在一起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整个人如遭雷劈般冷住 不好意思 露西对自己的行为浑然不知 双手支撑着 准备从石淮安身上起来 胃里的恶心感再次涌了上来 他忍不住作呕的声音 将使淮安拉回了现实 他双手猛地将它拖住 拉开彼此间的距离 一向冷静自食的他 眼神之中露出一丝紧张 你要干什么 我 露西话没说完 毫无预兆的 他霍一声 在男人惊恐的目光中 尽数吐在了他身上 露西 石淮安顿时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连整个屋子都仿佛震动了 他猛地将它推开 看着身上的呕吐物 浑身开始剧烈颤抖 这一刻 他连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料 女人趴在地上又是一阵呕吐 刹那间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他呕吐的气味 疯了 他颤抖着手脱掉外套 将它夹在叶下 毫不怜惜地丢回到他床上 然后火速冲进自己浴室洗澡 用沐浴露反复搓了三四遍 嗅一嗅 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洗干净 正准备继续搓洗 就听到隔壁卧室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闷响 想到又是露西那个女人在坏时 她只下半身 匆匆裹着浴巾就跑了出来 就见露西整个人呈大字形地躺在了她床上 这一画面 直接让她差点崩溃 该死的 她冲过去 把她从床上抱起 她却死死拽住床单不撒手 我就要在这摔 露西 石淮安见她实在拉不动 只能去她房间找衣服 满脸嫌弃 脱掉她沾染污汇的上衣 三两下将衣服给她套上 又马上用被子将她裹成大粽子 防止她在捣乱 水 给我倒杯水来 露西还没忘记自己口渴 等着 她连鞋都顾不得穿 就去给她倒水 露西迷迷邓邓地喝了一口水 在她难以置信的目光下 又将水吐回了杯子 不甜 我要喝蜂蜜水 好 石淮安咬牙切齿地将她放下 又跑去厨房翻箱倒柜 却只找到露西做小笼包剩下的白糖 她将白糖加进水里糊弄了两下 再次扶起她 递到嘴边 喝吧 露西张开嘴喝了一口 秀眉墨地紧醋 不是蜂蜜水 我要喝蜂蜜水 露西 你别太过分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石淮安这几个字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要喝蜂蜜水 我头疼 哦 露西做事要吐 石淮安如临大笛般 急忙放下水杯 你别吐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她台湾看了严手表上的时间 正打算拨通一扬的电话 那头却打了进来 怀哥 你让我调查的事情已经查到了 是集团的董事长 吴启明想占嫂子便宜 你看怎么办 别弄出人命 剩下的我来处理 石淮安面无表情的挂断电话 易阳现在显然没有时间 再去买蜂蜜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她看了眼躺在床上 还在耍酒疯的女人 压下火 换上衣服 匆匆出门 来到街上才发现 超市几乎都关门了 跑了一家又一家的便利店跟小店 一晚上 听了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抱歉 我们这里没有 几乎跑了大半个西江市 最后才在一家小店里 买到一瓶半真半假的蜂蜜 在回家的时候 发现女人已经诚实自行 躺在大床上呼呼大睡 她气恼地将蜂蜜 随手丢在沙发上 望着屋子四周污秽的残留物 整个身体再次开始剧烈颤抖 活了二十八年 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会有一天 被人当成奴才一样使唤 望着床上睡着的女人 她几乎有种 想掐死她的冲动 第三十九章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早上九点 露西从头藤玉猎中醒来 看着陌生的房间 脑中快速回忆 昨晚所经历的一切 想到衣服当时被吴总撕扯的场景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身体 确定还安全后 才长舒口气 只下一秒 她就反应过来 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身上被换过的衣服 脸色又是一阵苍白 可她依稀记得醉酒后的自己 后面好像被石淮安给带回来了 自己还对着她耍了好大一通酒疯 石淮安呢 她脑中刚出现这些疑问 就看到躺在地板上睡着的男人 那张俊美绝伦的面孔无比熟悉 不是别人 正是石淮安 紧接着 昨晚睡着 不小心将某男踹下床的画面越入脑海 她还未恢复正常的脸色 再次发生巨变 她快要被自己这惊人的记忆给震惊了 别人喝酒都会断片 自己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 做贼心虚的她 亲手亲脚地掀开被子 从另一边下床 却被床单绊住脚 险些从床上摔了下来 好在及时稳住了身体 没发生什么意外 可只这么一个小插曲 硬是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她手放在胸口放轻呼吸 小心翼翼朝门口走 紧张到连大气都不敢粗喘 陆小姐 身后突然想起 某男极富雌性的低沉嗓音 她背脊陡然绷直 哪怕不去看 也能感觉到某男身上 那股强烈的杀气 她额前一滴冷汗滑落 余光瞥着男人所在的方向 尴尬地笑了笑 石先生 有事吗 陆小姐说呢 石怀安从地上爬起来 她明明记得 昨晚自己昨晚收拾到大半夜 最后累得在床上睡过去了 可刚才 自己竟然是从地上睡过来的 至于为什么 她认为 没有谁比眼前这个女人更清楚的 我不大记得了 我喝多了 陆希一脸懊恼地摸着太阳穴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她喝断片了 可她眼神中的狡黠 却被石怀安禁收眼底 她冷笑着掀起唇角 是吗 难道陆小姐不想问问 你身上穿的衣服 因为我绝对相信石先生的人品 你是不可能对我有什么想法的 那可未必 石怀安一步步朝着她逼近 陆希感受着男人身上笼罩的低气压 下意识一步步往后退 她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嘴角扯了扯 想笑却怎么都笑不出来 石先生一定饿了吧 我先洗漱一下 就给你做早饭 话落 她立即钻回自己卧室 然后将房门反锁 做完这些 她身体靠在门板上 如是重负地长舒口气 可昨晚的记忆却一幕幕浮现 她隐约记得 石怀安当时抱着她回的是自己房间 却不知道怎么的 自己跑到了石怀安房间 而且 昨晚喝多的时候 好像还倾他了 现在想来 感觉自己真是脑子烧坏了 才会做出那么愚蠢的行为 陆希 别紧张 她连着深吸几口气 勉强稳定住情绪之后 果断换上衣服洗漱 做完这一切之后 她小心翼翼将房门拉开一条缝 确定时 怀安没有在客厅 然后麻留在餐桌上 留下一张赶着上班的字条 便果断逃离了这个 令她窒息的牢笼 骑着电瓶车来到公司楼下 一边吃着在路边她买的煎饼果子 一边走 刚从电梯出来 江灵就一脸着急的迎了上来 昨天 你是不是跟许璐一起见的客户 怎么了 陆希提起昨天那个吴总 脸一下子拉长 要不是因为对方是客户 她一定会选择报警 江灵扫视了一圈四周 神秘兮兮的将她到一边 许璐一大早被林桂花叫进了办公室 然后把人给贬到市场部去了 为什么 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昨晚吴总被人打的事情 我听说吴总被人打得可惨了 肋骨断了六根 头上连缝了五针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吴总竟然不让人报警 真不像她性格 是吗 陆希面露诧异 但也由此可见 许璐并没有把她被吴总强迫的事情说出去 不过也对 要是许璐把这件事情传出去 作为合作伙伴的她 自己也逃脱不了责任 就在这时 许璐脸色难看的从走廊另一边走来 看到陆希时 没好气的瞪了她一眼 总监让你进去 站住 陆希喊了一声 正打算询问许璐昨晚的事情 是不是跟她有关系 林安琪就打开办公室门 冲着她喊了一声 陆希进来 陆希心属然快跳了一下 将包塞进江林手里 一进去 就险些被林安琪迎面砸来的文件砸中 林安琪见她闪躲开来 更加火冒三丈 吴总为什么会受伤 为什么你们签约会失败 这件事情 公司明明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要不是 看你能力不错 我怎么可能把这个案子交给你负责 抱歉总监 是我辜负了你的期盼 但这件事情 你应该问许璐才对 我昨晚喝得不省人事 许璐说 你一直在给吴总陪酒 我是让你去谈工作 不是让你去做陪酒小姐的 不要把你的无能 推到别人身上 我现在把话放在这 立刻去医院 想办法让吴总签约 不然你就给我 从这卷铺开丢滚 我手底下不养没用的废物 听明白了吗 林安琪的火冒三丈 要是损失了这次合作出现问题 他从代理总监转正也就无望了 可是吴总 陆西想说 昨晚是吴总欺负他 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在林安琪盛怒的注视下 他点头印下 在职场 这些上司不会在乎过程 他们更在乎结果 何况昨晚的事情 他并没有证据 只有江凌晨看到 但是很显然 不能让江凌晨来作证 好 我下班再去 不是下班 是现在 明白吗 林安琪刚比重重 敲击在桌面上 知道了 陆西一出办公室 江凌就八卦地迎了上来询问 怎么样 回来再跟你说吧 我现在得去一趟医院 陆西带上合同 骑着电瓶车 就来到吴总所在的医院 扣扣 他轻轻敲响病房门 原本前一秒 还在跟人点头哈腰打电话的吴总 在看到他进来时 脸色疏然大变 就像看到鬼一样 第四十章 奶奶来给你撑腰 你就站在那别动 吴总突然大声呵斥 把不明所以的陆西吓了一跳 吴总 你 他说话的同时 下意识向前走了一步 只这么一个小小的行为 便吓得吴总身体往后一缩 你别再动 水果拿走 你也走 吴总你怎么了 是公司让我来慰问你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公司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跟我们这次的合作 陆西不动声色打量着 与昨晚判若两人的吴总 合同放在那里 我自己拿 你往后退出一米 吴总警惕地盯着他 昨晚被那些人打了一顿的他 现在对陆西有着深深的恐惧 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她不会被人打成这样 公司的市值 更不会一夜之间蒸发几个亿 早知道陆西背后有那么厉害的人 她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动歪念头的 哦 好 陆西没想到 吴总竟然出奇的好说话 他将合同放在了床上 然后往后退了几步 吴总警惕地盯着他 确定他不会跟自己有肢体接触 才捏手捏脚地接过合同 昨晚打他的那伙人说 不准再动他一根手指 不然见一次打一次 公司的股票也要让他一跌再跌 他现在是多看陆西一眼都不敢 马里德在合同上签了字 当陆西走过来准备来拿合同时 他又是往后一缩 这样奇怪的行为 让陆西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他接过合同确认没问题后收起来 本想着问一下到底怎么了 吴总却反应极大的往后退 为此还扯动了身上的伤 吴总 走 赶紧走 吴总催促他赶紧离开 陆西怀揣着仪或回到公司 将合同交给了林安琪 在职场混的人个个都是人惊 两个小时前还让陆西滚蛋的林安琪 在看到那份合同之后 立即眉开眼笑 说了一大番夸奖陆西的词汇 意思就是让陆西好好准备 上面有意让他升职加薪 其实早在陆西还没去医院签合同之前 林安琪就接到董事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让他把许路贬了 并且让陆西去找吴总签约 只要他签约到了 便用这个借口给他升职加薪 他原以为陆西签不到 结果真被陆西给签到了 联想到董事长对陆西的态度 和陆西签到的合同 他笃定陆西上面有人 陆西从代理总监办公室出来 在江陵的询问下 才将昨晚整个事情简单叙述一遍 江陵听后 气得当场拍案而起 怒视着许路那边 多亏我林哥出现得及时 你还忍什么 咱们现在就找那个小贱人算账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 你在这好好上班 陆西来到市场部 看到许路上洗手间并跟了上去 听着阁板里传出的动静 他让江陵去后勤部提来一大桶污水 从上面哗一声道了下去 啊 顿时 阁板里面顿时传出许路的尖叫声 他从里面狼狈地跑了出来 看到面前的陆西时 愤怒地手指着他 你竟然拿脏水泼我 陆西拍掉他 直到脸上的手 冷声质问 是你把我卖给吴总的对吧 许路诧异了一秒 随即 恼羞成怒的破口大骂 你神经病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杀了你 陆西轻而易举 就截住了许路扬在半空的巴掌 回头一个耳光 将许路打倒在地 我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你把我卖给吴启明的 许路双手撑在地面 眼神慌乱地转动 我没有 是吗 陆西早已从他眼神中 看穿了一切 他弯腰凑到许路面前 你跟人事不老孙 那些见不得人的照片 我都有 所以好心提醒你 从今往后 最好在我面前 夹着尾巴做人 不然闹大了 我保证你的脸面不好看 你少在这框我 你怎么可能有我那些 许路还没说完 在看到陆西举到面前的照片时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你怎么会真的有这些照片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末围 别总想着走捷径 一步一个脚步 靠实力才是正道 江林在门口 江里面的一幕 看得清清楚楚 在陆西出来后 赞赏地冲他 竖起大拇指 结脉 霸气 走吧 陆西冷冷瞥了眼 还狼狈坐在地上的许路 他从来不是什么好欺负的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在当今社会 一昧的善良 只会让对方更加变本加厉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所有的同事都收拾文件 准备走人 他想到根石淮安 白天发生的糟糕事情 故意磨磨蹭蹭 不想回家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正打算找个银行 先把钱转给陆远 却在这时 接到刘老夫人打来的电话 说是已经快到了他们家门口 没想到刘老夫人会来的他 草草跟江林说了声再见 便火速赶回家里 奶奶 你怎么来了 看到坐在沙发上 正跟石淮安说话 刘老夫人 她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只是笑容刚展开 在与石淮安眼神触碰那一刻 又立马消失 能来这里找你了 刘老夫人上前拉住陆西的手 都怪自己年纪大了 就知道 成日跟姐妹在一起 跟外界都快隔绝了 要不是今天买菜听人说起 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咱们现在去医院吧 陆西偷偷逆了石淮安一眼 只想尽快跟这个男人分开 你们小两口 这是吵架了吗 刘老夫人何等精明 一看他们气氛不对 就感觉到了 没有 就是我昨天晚上工作应酬喝多了一点 被朋友送回家 陆小 石淮安一句陆小姐的称呼 即将脱口而出时 又及时转变了回来 陆西 饭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说的就是实话 陆西有点委屈 她连一个字都没有添油加醋 只不过那个朋友是男的 但她跟江陵城 真是一清二白 刘老夫人马上明白过来 她轻拍了拍陆西的手 呵呵笑道 怀安 你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心眼比真眼还小 不就是工作应酬一下 你生气 是不是因为 送小夕回来的朋友 是男的 见识怀安不说话 刘老夫人更加笃定 你这孩子 有异性送不是很正常 你工作应酬的时候 身边都坐满了女人 要是小夕跟你一样 乱吃飞醋 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石淮安语色 奶奶 我可以保证 我跟那个朋友 知道什么都没有 陆西一脸的真挚 刘老夫人一脸 我理解的表情 没事 奶奶一万个相信你 以后这小子再敢欺负你 给你脸色看 只管跟奶奶说 奶奶替你收拾她 男人就是个贱东西 欠收拾 石淮安俊脸瞬间黑了下来 锐利的视线 落在陆西含笑的眼睛上 那种想把这女人 天灵盖掀开的冲动 更加强烈